第121集 这就是命吗 会不会是实验室泄露出来的东西啊 就跟生化危机似的 他们研究出来一个东西 没保管好 结果泄露了出去 可能性不大 因为这种橙子除了挤压人类的生存空间之外 也没有别的作用 老大揉了揉脑袋 想了半天 结果还是没想清楚这件事情的关节 就索性放弃了 别想这种事了 现在我们应该想的不是这事 而是接下来制作武器装备的事 我已经跟老三帮你找到了一架粉末钢和合金钢的制作厂家 到时候我们要的模具弄出来之后 我会用最好的金属和最好的技术帮你打造那把大刀的 最好在里面加点什么生物科技 我看李老师以前就是这么做的 放心吧 什么都给你用最好的 省得到时候被刘两巴掌拍断了刀身 你就没得打了 虽然我也不太了解那家伙 但是从各方面听来的数据也能大致判断出 那家伙有多大的力气 那老大 你说我和刘如果打起来 谁也能面打 这个不好说 毕竟我和老二老三我们三个跟刘几乎没有接触过 我们不了解他 那也就没办法分析出最准确的数据 甚至我们都没看到过他出手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告诉我们的 怎么判断你们谁的赢面大 而且赢了就是赢了 输了就是输了 没打过 谁知道谁的赢面大 你在糊弄我 听了老大的话 刘畅彻底停下了脚步 虽然我不仅你聪明 但是也绝不是傻子 明面大小这种事想 怎么说也是个概率问题 怎么可能算不出来 就算道听途说 按照你们的智商 也早就应该有个大致判断了吧 你不说 是不是因为不想打击我的信心啊 信心和勇气这种东西 在战斗的过程中 总是能起到很大作用的 老大爷停下了脚步 看向流畅的双眼 沉默很久之后 却是说出了一个模棱两可 又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答案 你问我概率 我感觉你赢面很小 就算准备的再齐全 胜率也会在百分之三以下 但是你问我感觉谁会赢 我会说你 为什么 感觉啦 感觉 老大脸上的严肃 只是一闪而逝 随后重重地拍了一下流畅的屁股 笑道 走吧 再不去准备的话 你连百分之一的希望都没了 为什么 好不好吧 就算是百分之三 但是总有希望不是 流畅被一巴掌拍醒 随即不再去想那个问题 而是继续在街道上前行起来 哎 老灵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经过这么多天的相处 三个克隆体和流畅逐渐熟络起来 所以几人之间的称呼 总是那么的随意又变幻莫测 什么问题 为什么你听到这么小的概率 却没有生起逃跑的打算呢 住生在这个世界 生活在这个世界 我眼见耳闻的 大家都是想活下来 你听着空气中的惨叫 还有那浓郁的求生 和死亡交替的气息 谁不想活命 为什么你一定选择拼命呢 要知道 你是个幸运儿 上天给了你第一次净化的眼睛 李清水给了你无限的潜力 你本应该在这个世界 活得很好的 你现在却浪费了这个机会 不再想想吗 你问我有没有想过逃跑 刘畅走在街上 眼神却看着地面 我很想说没想过 为了朋友 为了亲人 我什么都愿意做 因为电影小说中 那些英雄人物 或者是 就稍微有点英雄情节的小人物 在同伴遇到危险的时候 也会这么说两句 但是扪心自问 我说不出口 因为 我真的想过逃跑 我怕死 而且这件事情看起来 是跟送死差不多的事情 因为我几乎没有可能会获胜 那后来是什么阻止了你逃跑 回忆和未来 和小静同生共死的回忆 那些回忆 如同刚被蜘蛛的卵一般 早已扎根在我血肉深处了 我们一起笑过 一起哭过 当然更多的是 一起怕过 一起痛过 那些东西让我放不下 我每当想起这些东西 就无可挽回的 想把那个倔强的少女救回来 因为她是我这个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亲人了 那未来呢 未来就是一种可能性 我每当想逃跑的时候 就会想 如果我跑了 在以后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会不会后悔 当然会 我会谴责自己 骂自己是个懦夫 会痛苦 会很愧疚 这种情绪 甚至会比死亡 更加让我难过 所以 每当想起这些的时候 我就越发坚定了 自己的念头 我不想跑 就算不当英雄 我也要拼一把 哪怕是死 因为如你所说 这是我救小敬的 唯一机会了 原来是这样 老大看着天空 仔细地咀嚼着 流畅话中的味道 回忆和未来 也就是过去和未来 过去和未来 决定了现在 这就是命吗 对话沉默而又深刻 流畅不去想什么 过于深刻的话题 甚至不想触及自己 为什么决定 这件事情的问题 因为每次触及 这种问题的时候 他就会莫名其妙地 感觉到难过 这是痛苦和死亡之间的 一次选择 两个看似不同的分叉口 最终却都通向地狱 所以这不是一个 很值得思考 或者说 很让人愉快的问题 所以他沉默了片刻之后 拉起了地面上的老大 来 散步的时间过去了 上午的背吧 咱们得加快点速度去工厂 我可不想在 完全准备好之前 就被刘给发现了踪结 那样的话 我还真是死定了 一把将地上的克隆体 拉上自己的背部 随后 刘畅大刀往腰间一插 双臂向后一鼓 确定对方报警之后 身体一溜烟地 跑向了街道深处 快速而又安静 刘畅的速度很快 现在的他 每天都在不断变得 更加强壮 更加灵巧 自从训练了肌肉以来 他的身体肌肉群 已经越来越灵活了 这导致他的速度 再次激增 现在的他 虽然肌肉 还是达不到舌头 那么灵敏 但是已经异于常人了 他现在每次跑动 不再光是 不符合计算上的精确了 而是连带着肌肉 力量的精确 每次跑动 都能牵动浑身的 肌肉群体 做一次蠕动 这种蠕动 是无意识的 但是肌肉 更加灵活之后 身体各处的力量 就更能凝成一股绳 每次的奔跑 从腰腹开始发力 到甩臂 抖肩 再到大腿肌群 最后向下传递到 小腿 脚趾 一个动作 能连贯全身的力量 速度自然不是 以前可以比的 而且他这种奔跑 不同于流那种 纯力量爆发型的奔跑 靠着强大的爆发力 带动的奔跑 虽然更加狂野直接 但是一脚踏下去 石板碎裂 泥土似箭 声响巨大 而流畅这种跑步 浑身肌肉群的一次 共振和抖动 其实也相当于一次 受力的缓冲 如果再加上 它类似于猫咪一般的 骨骼构造的话 它的奔跑速度 真的算是相当安静的 甚至只要不全力发力 流畅认为 自己完全可以做到 奔跑寂静无声 所以坐在流畅背上 如同在坐一辆 高级的轿子一般 虽然晃悠 但是丝毫不显得颠簸 所以坐在流畅背上的 老大显得很享受 可是舒服的事情 总是短暂的 流畅背上虽然舒服 可是因为速度极快 两人还是在 很短的时间内 到达了目的地 就是这儿了 我们遭特殊子弹的地方 这是 流畅看着眼前的一栋小建筑 一个小型车间 以前用来生产精密的设备的 后来宏雾降临 这里就被改建成 生产兵弓子弹的地方了 老大从流畅背上下来 招了招手 让他进入里面的建筑 说道 我找了很久才找到 这个合适的地方 现在的大型兵工厂 全都被政府部门给控制着 想要渗透进去很难 而我想要的子弹 又是需要精密设备 才能研制的 普通的机床 很难满足我的需求 所以我就找到这儿了 你到底想设计什么子弹 流畅走进了建筑物 发现这里面 却不是他想象那般空无一人 而是很多人类忙碌时的气味 弥漫而出 里面至少有二十几个 正在工作的工人 独子弹 老大带着流畅进入到车间 然后流畅看到那些 工作中的男女 这些人在看到一号的时候 并没有露出很惊讶的表情 很明显 他来这儿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肯定已经打好了关系 之前你也跟我说过 你和流的战斗过程 所以我一直认为 最后你凸出来的那口毒液 是一个亮点 我们完全可以更好地利用 你身体内的毒素 你的毒液既然能给流造成 严重的伤害 那不用好 真的太可惜了 所以我想到 用毒液装进子弹这种方法 可一直不是太敢实践 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 很精密的过程 尤其是针对碎肉这种枪械 碎肉的枪口都能太强了 即使是用纯金属的子弹 也很可能会因为材料不济 而导致子弹碎裂 或者是偏离射击的轨道 而如果再想在里面 加些液体的话 是很困难的 关键还是子弹质量的问题 因为要想对流造成伤害 那毒液的数量就不能太小 里面装那么多液体 枪口动能又那么大 着实不好办 老大一边跟刘畅 介绍着自己的理念 一边走到一个精密的机床前 继续说 我倒是想给你子弹里 装进更毒的东西 肉流干菌什么的 一丁点就能堵死 全北京城的人 那一枪打在刘身上 效果绝对棒 可惜那东西太毒 你还没开枪的自己就先死了 最关键的是 我也找不到那个材料 所以只能在子弹的质量上 想办法了 老大说着话 从机床的一个卡槽上 拿出了一颗子弹 递给刘畅 那这是我弄的第一代样品 样品 刘畅接过子弹观察起来 眼前是一颗硕大的子弹 比普通子弹型号大得多 正是碎肉所需要的那种子弹造型 只不过和它别的子弹不同 这颗子弹中间 有一个半透明的 有点像玻璃的槽形空间 里面装着一些天蓝色的液体 想来应该是村毒液的地方 这里面是水 我做实验用的 所以加了点颜色 老大说着话 又指了指车间另一边的碎肉 你去安上试试 这子弹行不行 好 刘畅点了点头 拿起子弹走到另一边 安装上了碎肉 然后又跟着老大走到地下室 一个金属钢板处 是吧 钢板厚度有一米七 不会伤到什么人的 不过这里隔音效果太好了 而且空间太小 所以强声回到 会让你很不舒服 老大说着话 就带上了事先准备好的耳塞 好吧好吧 沃尔魔后 都弄着 刘畅一枪就打在钢板之上 可是穿透力极强的碎肉 只在那里打出了一个小洞 小洞的深处甚至不足十厘米 肉眼都能看到小洞的底部 这让一直担心 那一米多厚的钢板 成不承受得住碎肉攻击的刘畅 大感惊讶 果然失败了 一旁的老大看到这个结果 痛苦而又脑丧的表情 瞬间浮现在他脸上 从他这个表情 刘畅就能判断出 他对这个子弹 还是有很大的期待的 到底怎么回事 你看清了吗 子弹脱腾而出 然后弹体 在飞射出去五米多的时候 炸裂开来 然后子弹就变成了松散的弹片 冲击进了那个钢板之内 所以才会穿透里急剧下降的 刘畅复述了一遍 他刚才看到的全部过程 果然是这样 老大骂了两句 转身上了楼梯 你在这练刀吧今天 我去上去把子弹改进一下 这个力学勾造果然不够科学 知道了 刘畅看着老大气急败坏的身影 知道自己所剩时间不多了 所以也就抓紧时间练习起来 以抵御着可能下一秒就会出现的袭击 刘新最近一直在找刘畅的下落 这件事刘不能亲自出马 所以所有的重担就落在他的身上 他是刘所有孩子中感觉最敏锐的 所以刘派他来寻找刘畅 然后他这些天以来也一直隐身游荡在大街之上 东逛逛西看看 他的嗅觉感官非常的好 如果没有隔绝空间 他甚至可以在一秒钟之内搜索半径三四千米的立体空间 但是北京城这么大 房屋楼房林立 想要没有隔绝空间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他不可能那么高效率的搜索 至今为止他也没能找到流畅的痕迹 哥 你搜索的进度太慢了 刘新正在西城区排查的时候 他身边的空间一阵蠕动 他看到一个跟他同样大小的两棲人出现在他身前 刘莎 你怎么出来了 看到来人 刘新有些惊讶 父亲大人不是说了 不能引起那些克隆人注意 不让他们出现吗 怎么你还是泡了出来 就不怕引起十七号他们的怀疑吗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2集 冬天来了 没事 那些小孩最近都忙着催眠那个小女孩 根本没空理会别的事情 哥 你这边可要加快进度 我最近一直恐怕那个叫刘畅的 因为猜到我们会找他这件事 说不定会跑掉 所以我想来帮帮你 不用 你回去吧 他不会跑的 我了解他 你了解他 刘莎听到刘新的话 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色 你再跟他一起生活过几天 你就说了解他 其实我这次出来 就是怕你动什么其他的鬼心思 人类有句话 我感觉说的很有道理 非我族类 其心必义 你知道这句话是说什么的吗 这句话是说民族和民族之间的矛盾 说的是两个不同的民族 都不可能真正的融合在一起 更何况我们和刘畅连种族都完全不同 不要因为你跟他做过几天朋友 他见了你的面就不会一枪打死你 别傻了 我们现在是敌对的关系 是敌人 不要动任何侧隐之心 我知道 不用你来教训我 我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事情 而反倒是你 不要因为乱跑 而引起那群小家伙的注意 别忘了 他们可比你聪明得多 再聪明还是需要我们的保护 他们就算发现了又能怎样 能阻止得了吗 这个世界上除了我们 谁还能提供给他们这么好的保护措施 想要他们的地方多了 别的不说 就北京这里的研究所 我不信他们去了没人接受 但是他们敢吗 那七千多个恐怖生命在那里面 他们去了有什么后果你能想象吗 你赶紧忙你的事吧 而且最好远离研究所 我今天来就是给你提个醒 刘莎说完这话 身前的光影一阵扭曲 又隐没了身形离开了这里 很显然 他所说的不怕十七号发现 也是高谈阔论之言 但是他今天来说的话并不全是废话 起码刘心看到他离开之后 心中琢磨了一番 眼神也愈发地坚定起来 非我族类 岂必亿吗 咀嚼着这句话的含义 刘心消失在了北京老式四合院的屋顶之上 深秋的季节 天气越来越冷了 眼看天气要进入冬季 刘畅今天的手心却格外的温热 因为今天对他来说是个大日子 对全北京城的人们来说 也是个大日子 当然 这两个大日子来临的意义不同 对刘畅来说 今天是个大日子的原因是因为 他终于拿到了他期盼已久的大刀了 感受着手中沉甸甸的分量 回忆着梦中那熟悉的感觉 刘畅站在天台之上 把一柄长刀挥舞得很是顺手 而且天从人愿 在刘畅刚刚挥舞起手中的巨刀的时候 阴沉的天空终于憋不住他压抑的心情 开始向地面洋洋洒洒地挥洒起了雪栗 是的 是雪栗 而不是雪片 更不是鹅毛大雪 今天 北京城初冬的第一场雪 不大 而且因为挂着初冬的初字 所以这场雪其实还未完全凝结 雪栗下地的初始 其中含着很大的水分 与其说是雪栗 倒不如说是冰雨 但是毕竟气温已经到了零下 所以冰雨越下到后来 就凝结得越结实 打在晴雨棚的屋顶 也发出了噼噼啪啪的 食物撞击的声音 冬天来了 老大站在屋顶仰头看着天空 任由雪栗撞击在他白嫩的小脸蛋上 雪栗 正在屋顶试刀地流畅 看到天空弥漫而下的小雪栗 眼中突然变了神色 漫天落下的雪栗 似乎变成梦境中冲向自己的子弹 让他挥刀的手不自觉地颤动起来 然后那颗只有一毫米左右的小雪栗被人一刀刀切成两半 或者整个切碎开来 变成了漫天的冰沙 看着刘畅在自己连日来的督促下 终于有了长足的进步 老大满意地点了点头 喂 我说 你在和刘战斗的时候 可别下意识去切大子弹呢 我们训练你切子弹 并不是让你在战斗中真的去切子弹 子弹还是能躲就躲过去 不能躲就用刀背去挡下来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冒险去切子弹 因为刘如果用枪械 那肯定不是一般的枪 那威力和射速 你不一定能掌握得来 而且 更关键的是 我们训练你切子弹 是想练你对眼力的运用 还有眼力和手脚的协调应用 以及刀刃进入敌人身体的准确度 还有确保切口的精准度 不做到这些配合完善 我可不认为你能砍到瘤 更不认为你能砍穿瘤的身体 知道了吗 知道了 我不会傻到去刻意切他子弹的 漫天的冰沙依旧灿烂 在红雾的笼罩下 变成了一片片梦幻的颜色 你现在已经能做到完全控制鸡肉群了吗 老大坐在天台的一角 看着这片红色的晶体 差不多了 但是想要完全控制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你呢 你那个子弹 到底研究成功了没有 快了 十七代马上就要成功了 这次我修复了十六号脱膛之后 容易偏离弹道的最后的瑕疵 把力学曲线做了些微调整 这次出产 我想一定能够成功 那太好了 想不到我们耽搁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刘他们还没找到我们 这算不算一种运行好呢 算也不算 毕竟北京城这么大 活下来的人也不算少 想要找一个人也不是那么容易 不过他们如果用排查区域的办法的话 一层层筛选下去 我想也大致定位我们的方位了 虽然我们这些天已经换了三处地方 但纵归有一天是会被找到的 而且这天不会太遥远了 所以你的子弹要加快进度了 光靠这把刀的话 我想我会死得很惨 老大和刘畅说话的时间 天台的门被人再次打开 老三从外面走进来 你们听说了吗 研究所那边说 研究出对付那昆虫的办法了 用的是一种肝粉药剂 已经大批量生产出来 说全城的居民都可以免费领取 现在整个北京城都疯了 那些被虫子折磨了一个多月的人们 一个个都从家里钻了出来 老三说着话打了打头上的血 看起来北京研究所那边的人果然很有办法 说实话如果让我对付那些虫子的话 没有半年我是想不到任何东西的 北京研究所那边肯定有更高阶层的脑溢移变者在支撑 就是不知道是几次遗变 我猜是四次 就是不知道四次脑溢移变者的世界 是个什么样的世界 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一个人影站在黑暗之中 看着眼前的莱恩 你说四次脑溢变异以上吗 是的 先生 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 莱恩站在那人面前 微微地低着头颅 因为你说过 那个新来的李先生 是脑溢四次以上突变的人物 所以我想知道 脑溢一变四次以上 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恩线丞相的世界 多画面的世界 因为我们的计算能力太过强大 脑子在遇到一个人的时候 就会不自觉地连续计算任何事情 发生的可能性 和分析其中内部数据 然后 我们不自觉地就会 看到这件事 会对周围的影响力 然后这些影响力和可能性 就会在我们眼中 变成无数的点 这些点 都通向一个未来 很复杂的世界 那像您这样的人 能不能改变未来 不不不 未来是长河 就算在其中改变了一个节点 就也像在长河中 投入了一款石子 能荡漾出波纹 但是未来的大方向 不会改变 当然 如果对最短期的事情 做一些些微的调整的话 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 老师 您说过 那个新来的李先生 是一个很可怕的人 是的 他很可怕 那究竟是他厉害 还是您厉害呢 他 或者叫曾经的他 他比我厉害得多 曾经的他 应该能看到 比我更广阔一百倍的世界 但是现在他 就不一定了 为什么 因为他的大脑是残缺的 不完整的 我不知道这是人为的 还是那棵大柳树的杰作 但是 既然是残缺的 那就不是完整的 不可能发挥出 这副大脑的全部作用 所以说 我们有机会 老师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你说他能看到未来 那他能不能计算出 核密码的掌控 或者干脆算出 盒子的所在地 和密码的具体数字 那不可能 我们所谓的看到 都是根据事实基础上的推算 他没见过盒子 没接触过 核密码的掌控人 甚至没接触过 和核密码掌控人 有关系的人 那他就什么也算不出来 所以 以后你跟他接触的时候 要小心谨慎 再谨慎 不要让他看出任何的端倪 这一点对别人来说很难 但是对你来说 应该不难做到 你放心吧 我虽然没他那么强大的计算能力 但是伪装一下 还是可以的 不过老师 你接下来 怎么打算的 嗯 接下来先稳住那个怪物 你去把实验室的核装置 启动到 随时能发射的状态 这样 他就会有所不济了 黑影说着话 摆了摆手 去吧 别生长 也别告诉任何人这件事 他会知道的 知道了 老师您就放心吧 说完 莱恩离开了这间密室 哎 你说 这肝粉药剂能有用吗 赫芝芝冒着风雪 拿着政府统一发放的喷雾剂 问向一旁的轻音 两人因为在流畅离开期间 一直在一起 所以相对于其他后加入的人来说 感情更为亲近一些 此时两人走在政府发放 肝粉药剂车辆的回程路上 脚底踩着今天下了几个小时的积雪 一步一个脚印发着咯吱咯吱的声响 嗯 不知道 不过路上不是听别人说效果不错吗 反正 不管怎么样 既然是免费的 那就回去试试呗 清音拿着喷雾剂左看右看 看完喷雾的造型 又看了看政府印章 倒是有几分前时代 上超市淘便宜东西的家庭妇女的神色 老实说 你这种样子还真是诱人 赫芝芝看到清音的神色 用钩子挑了挑她的下巴 清纯少妇 应该很多男人都喜欢这口 你少不正经了 清音晃动了一下头 躲开了赫芝芝的钩子 随后摇动着手中那肝粉药剂 一路上一边研究怎么使用 一边走回了现在众人藏身的场所 按照这上面的指示 应该这干粉喷雾 是一丁点就能灭杀好几立方米的空间 而且残留物能保持很久 让所有路过这里的蟑螂和苍蝇全都死去 回到目前的藏身地 赫芝芝看着喷雞的使用说明 然后按照上面所教授的 把里面的干粉沿着自己的房屋喷洒了一圈 然后过不一会他就看到了一群蟑螂路过 刚喷好就能看到大群蟑螂路过 倒不是因为赫芝芝运气好 而是现在满大街 或者说整个北京城 不论是天空地面还是地底 都占据了这种东西 如果不是他鼻子好之前刻意躲避 根本不会那么容易避开 不过现在正经站在这里 等他们过来的话 那自然是一等一个准 干粉的实验效果非常好 赫芝芝和青音躲在房间的拐角处 看着那群蟑螂刚经过这片区域 就突然不动了 然后片刻之后 又激烈地运动了一会儿 不过激烈运动途中并没有乱窜 而是失去了方向感似的 在原地搭起了转 随后不一会儿 就直接背部朝下 脚朝上地躺在那里 六个虫脚来回踢地 挣扎了不一会儿 就彻底失去了生命 挺厉害的东西啊 看到效果这么好 赫芝芝和青音两人对视了一眼 同时在对方眼中 看到了惊讶的神色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因为一个多月以来 他们可是见惯了这蟑螂有多么难杀 几乎除了碾碎他们 或者是烧焦他们之外 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能够杀死这种生命力 已经不能用顽强来形容的物种 前时代的蟑螂就切头17天而不死 各种杀虫技免疫 现在的这种很诡异的异便蟑螂 那更加的难以琢磨 别说切头 就算捉来一只 把他整个外面给烤熟了 里面的身体器官 还是能够运转 这不是瞎猜的 因为这事他们亲眼见过 队伍里面有三个变态小孩的存在 所以他们见过更恶心的事 三个小孩 投些十日 在没训练流畅之前 整天就是和这种蟑螂打交道 切头 剖腹 挖掘里面的器官 甚至用毒药注射进蟑螂的体内 他们对这种坚毅的生命 几乎用了人类所能想象的全部办法 最后还是无奈地得出结论 这种蟑螂除了烧成灰烬和碾成碎片之外 不论受到什么伤害 都不会在第一时间死去 所以乍一看到这小小的粉末能够毒死蟑螂 青鹰两人惊呆了 这是什么毒药啊 我们不会被毒死吧 曾经老三大孩子 不是用注射器在一个蟑螂体内 先后注入了一公斤的滴滴胃的吗 最后差点把蟑螂给撑爆了 也没毒死 这是什么粉末 毒性这么强的话 我们会不会死掉 不会 说明书上说 这种粉末只针对蟑螂 人类吸入无害 赫芝芝举着毒壁 对着阳光 看着说明书上的解释 而且如果毒性真这么强的话 我们刚才就已经死了 你想 蟑螂都被毒死了 我们不早就死了八百遍了 说的也是 那这粉末的科技海量还真是高啊 所以之前老大他们才一直说 北京有高人什么的 这人果然很高 你说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高科技成分呢 连那种蟑螂都能毒死 还对人无害 更可怕的是 毒发了的蟑螂不会跟之前一样 发狂乱窜乱杀人 这手段简直是太高了 都快比得上以前的李清水了 看着楼洞外面风雪中蟑螂的死尸 赫芝芝不无感叹地说 李清水 李清水以前很厉害吗 说真的 虽然以前我也是郑州人 而且花了四年印有那人投向的货币 但是具体他到底怎么厉害 我还真是不太了解 虽然我知道能凭借一人之力 让整个郑州城正常运作 已经算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了 但是由于我没见过 所以也不好评判 嗯 说真的 赫芝芝拿着喷雾剂 坐在了单元楼楼洞的第一个阶梯之上 看了看自己的毒臂说 我不是太喜欢那个人 他是一个很可怕的人 就是因为他 我的手臂才断成现在的这个模样的 而且后来他还拿我做个人体实验 人体实验 你 是的 他用我做的实验 当然他还用过很多人 那还真是一个可怕的人 清音叹了口气 摸了摸赫芝芝的脑袋 然后坐在他的身边 那你恨他吗 不恨 为什么 一开始我是不敢恨 后来 后来我就一直在纠结 该不该恨他 因为他杀过我 也救过我 虽然不论是杀我还是救我 都和我无关 我从来没被他放在眼里过 他做这些事 都是为了另外两个人 刘畅和小静 清音在这个队伍中已经很久 耳听眼见已经了解这些人很多的事情 自然也能猜到 这些在别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事情 对 刘畅和小静 那家伙把他俩看作是自己的亲人 然后其他人 就都成了陌生人 他似乎很不容易相信别人 尤其是后来越来越聪明了之后 我几乎没见他和别人说过什么 除工作之外的话 偏执的人吗 不是 那种情绪很难说 应该是不屑吧 他不屑和别人交流 或者说 他感觉没人能理解他的世界 他也懒得和那些听不懂他话的人交流 当然这一切要除了刘畅和小静这两个人 听说那家伙在临死前 还和刘畅解释过一番话 说让他相信他什么的 这在我看来简直是荒唐 因为那家伙骨子里是那么骄傲的一个人 我感觉到最后的最后 他几乎不把其他人当作和他一样的物种看待 他看我的眼神 让我感觉 让我感觉他在看一条狗 对 是狗 似乎我都没有跟他交流的权利 好吧 听你说了那么多 我还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因为综上所述 那家伙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什么词 疯子 一个切切实实的疯子 话说那三个疯小孩 真是他的孩子吗 还真是充分继承了他爸爸的优良血统啊 是他的孩子 我都想不出除了他 谁能生出这么变态的小家伙 只不过这三个小家伙比他爹讨人喜欢多了 也有人情味多了 怪不得你那么喜欢欺负那三个小家伙 原来是负债子长啊 不过话说回来 既然李清水是他们的父亲 那他们的妈妈是谁 我想如果是李清水的女人的话 他应该会把那个女人送走的 这一切显得那么的不合逻辑 而且你也经常听流畅和那三个小家伙谈话 似乎李清水的孩子 不止这么三个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不过这个世界需要疯子 不然人类可真的要完蛋了 贺芝芝说到这里 鼻头吸动了一下 说草草草草草就到 一个小疯子从外面过来了 话音落下不久 科龙人二号从外面踩着 一地的死蟑螂走了过来 这样子不错呀 把一地的死蟑螂踩得咯吱作响 从外面走进来的二号 把一地的尸体都踩进雪中 却没踩破蟑螂坚硬的甲咒 转进单元楼之内 他看到坐在地上的贺芝芝 随即白嫩的小脸蛋上 露出了笑容 哎 你俩在这干嘛 这粉末效果不错啊 小孩手中拿着一瓶 如同小型灭火器似的喷剂 笑道 北京那些人太厉害了 真是太厉害了 这虫子我到现在还没研究透呢 他们竟然连灭虫的粉末都研究出来了 看来北京那里至少有四次一边以上的脑郁一边者 是啊 现在听说全城都在欢庆呢 如果能灭了这些虫子 等过来这场雪 我估计北京城就能恢复一些活力了 哪那么容易 冬天来了虫子这么多 想要全部消灭不是一两天的事 而且眼下已经进入冬天了 食物短缺 作物怎么生长 二号拍了拍头顶的雪莉 又跺了跺脚 就算是基因合成的作物 也不能违背最基本的生物规律 你还记得以前在郑州的时候 每年冬天都饿死很多人吗 这也不会例外的 就算基因作物能够生长 在冬天也不会长得太快 而让人头疼的是 蟑螂和苍蝇已经几乎吃完了全城的食物 连下水道里面的屎都被他们吃光了 所以这个冬天 北京城的人们绝对不会好过的 那研究所那边呢 你不是说研究所那边有高人吗 高人又不是神人 冬天种不出粮食 就算是里清水附生 又有什么办法呢 难道他们再聪明 还能改变自然基本规律不成 那倒也是 不过我们倒不必担心粮食的问题 有流畅和你们在 起码我们无论在哪都饿不死 是的 是的 有流畅这家伙在 即使回到了去城外猎食的时代 也不会让你们饿着的 所以说我就不跟你们仇淡了 我要上去忙点事情了 忙什么 通知老大 他研究的那个石漆袋子弹 我已经帮他生产好了 让流畅他们过去实验一下效果 二号说着话就走上了单元楼的楼梯 诶 能问你个问题吗 赫芝芝看到二号匆忙上楼 赶忙走到他面前 拦住他 你干嘛 二号看着赫芝芝的眼睛 已经猜到他想问什么 随即摇了摇头 你别问了 我不想说 你也知道答案 我不想瞒你 也不想骗你 所以说这种时候 你还是装傻比较好 装傻对大家都好 那好吧 我不问那个问题 那我只想要问你一句话 或者就要 换个问题问你一句话 流畅如果真那么做了 他活下来的几率有多少 看着我的眼睛 不要骗我 好吗 一半一半吧 乃太冒险了 赫芝芝重重地叹了口气 随即无力地坐在台阶上 而老二看了他一眼 绕过祖兰的楼梯 慢慢地上了天台 打开那飘雪的房门之前 他又深深地向下看了一眼 然后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叹了口气之后 老二打开屋顶的铁门 风雪的气息随即灌进他的脸上 灌进他嘴里 让他张嘴发出的声音 有了些喝风的气息 喂 那个链剑的 还有你这个淋雪的 走人了 老二看着屋顶的老大和流畅 喊道 干活了干活了 你的那个石漆袋子弹 我已经帮你生产出来了 效果应该还不错 走去试试 OK 应了一声之后 老大把身上的冰沙抖落 率先走到老二面前 只看了他一眼就问道 不高兴 有点 为什么 我刚才骗人了 我把0%说成了50% 哦 那我知道你骗的是谁了 老大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过骗人是好事 我经常骗人 不要有心理负担 只要结果是对大家好的 就没有人会说你骗人 那如果流畅真的死了呢 老二看了眼收刀 往这边走了的流畅 然后声音更低了 万一他死了 万一我们的判断错了呢 万一我真死了 那也是我自己的选择 流畅笑着到了老二的面前 然后躬身拍了拍他的肩膀 不要以赴这样 幽国幽民的神色了 你们是成年人 我也是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你们能帮我 已经让我很感激了 哼 既然被你听到了 哼 我耳朵很灵的 你忘了 走吧 去试试子弹能不能成功 走吧 我们要相信李清水留下来的神作 老大听到流畅的话 也冲着老二宽心地笑了一笑 要相信李清水老兄最后的力量 我相信无数的因果 会造就最不可能的契机 嗯 深吸了一口气 把红润的脸色重新浮上脸颊 老二跟着流畅下了楼梯 拿着自己的大刀 流畅在楼梯口遇到赫芝芝的时候 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想和对方聊两句 结果对方背过了脸 显然没有和他说话的意思 所以他只好无趣地跟清音打了声招呼 然后就跟着老大一同离去了 而也就在他刚离开不久 一个折射光线的谜团来到这里 闻到他残留在空气中的 那一丝若有若无的 要被风雪吹散了的气味 是在这附近吗 流星来到这里 顺着空气中最后一丝气味 找到了流畅刚刚离开的楼 然后看到了楼洞中的两个女人 这两个应该是流畅的熟人吧 流星站在远处自言自语了一番 逐渐走到了楼的近前 然后近距离观察着 坐在楼里的两个女人一番 一个女人的神色有些迷茫 另一个看着风雪在发呆 这里应该就是流畅的住处了 流星顺着风雪离去的方向 看着地上两大四小三排 还没掩盖的脚印 判断出流畅刚刚离开 但是她没有顺着脚印和气味追踪过去 因为她知道流畅的鼻子很灵敏 不比自己差太多 她不想暴露行踪影响到父亲的计划 更不想和流畅正面交手 原因之一 她听说流畅现在已经比以前厉害很多 原因之二就是 她不想面对现在的流畅 因为两人之前是朋友 现在毕竟是敌人 还是死敌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4集 出事了 所以流星没有去追 而是走进了楼道 靠着自己隐匿的身形和悄然无声的脚步 想进入楼洞内部 确认一下这里究竟是流畅的居住地 还是暂留地点 因为只要确定了目标在这儿居住 那她只要回头把这件事告诉父亲 她的任务就算彻底完成了 对不起啊 心中默默地给曾经同床共枕过的那个朋友 送去了最后一声祝福 流星一步跨过米兰的头顶 走上了楼道的楼梯 然后一阵寒风从青音的头顶闪过 冷得她一个哆嗦 咱们回去吧 这洞口风太大了 青音摸了摸头顶 转头看向贺芝芝 等会儿 再坐一会儿 你怎么了 肚子痛吗 没事 别问了 赫芝芝低着头不再理会 青音看她没有说话的意思 也很聪明地闭了嘴 随后一阵寒风再次从两人的头顶传来 检查完单元楼的流星就此离开了这里 她的任务完成了 她在楼上找到了很多残留着流畅气味的衣服 这已经可以说明一切了 她现在只要再做一件事 就能完成自己的任务 结束掉这连日以来的所有操劳了 所以她回头看了一眼 记住这栋建筑物的标记之后 转身离开了这里 而与此同时 赫芝芝深埋着头也同时抬了起来 你刚才怎么了 出事了 刚才两棋人来过 我知道他们的气味 真的 听到赫芝芝的话 轻音一下惊地从地上站起来 在哪 就在我们头上一步跨出去的 算了 没时间跟你解释了 我去通知流畅 你去上楼 通知其他人收拾东西 我们赶紧走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估计 刚才那个两棋人是探路的 他回去叫人了 抓紧时间 好好好 轻音听到赫芝芝的话 二话不说就跑上了楼梯 一边跑还一边叫道 赶紧收拾东西撤 敌人来了 敌人来了 我去工厂通知流畅他们了 一会儿我们在工厂门口集合 好的 听着她的声音 赫芝芝冲楼上喊了一句 也快步离开了这里 轻音冲楼下喊了一声 又快步上了楼梯 一路跑出楼道 赫芝芝盯着漫天的风雪 用自己最快的速度 跑向了工厂 而在她的终点方向 工厂这一头 刘畅已经到达车间之内 然后和老大一起 看向了二号生产的那个 石漆代弹 这弧线 这力学传递规律 没错 老二就是这个感觉 老大拍了拍老二的肩膀 把子弹递给刘畅 来 打一枪试试 拿起放在车间尾部的碎肉 刘畅把石漆代弹 装进了枪塘 然后一路走到地下室 瞄准那一米多厚的金属钢板 一枪之下 轰然撕裂 枪声回荡 火光喷射 随着轰的一声巨响 子弹从枪塘而出 撞进了那厚实的钢板之内 然后伴随着强大的冲击 和撕裂的力道 在上面开出了 初始口径 脸盆大小的一个孔洞 孔洞如同陨石撞击地面的深坑 初始口径巨大 越往里越狭窄 最后 刘畅举目看去 发现子弹的粉末 卡在了钢板最深处的凹槽处 那里的口径 已经细如人指了 嘿 成功 站在一旁戴着耳机的老大 看到子弹造成的效果 惊喜地一拍大腿 随后走上前去 把自己那不到一米的小身子 插进那巨大的钢铁红洞中 近距离地查看着里面的弹道碎片 然后刘畅就听到里面传出 带着钢铁回声的闷响 不碰 弹道没有丝毫偏离 而且子弹炸裂刚好也是在冲劲用完的时候 不再影响枪械本身的威力 这子弹已经不需要再改动了 老大说着话 从那巨大的空洞中钻出来 对着刘畅说 接下来的事就需要你分泌毒液就行了 你这毒液不错 是神经毒和血液毒素的混合品种 既有窒息效果 也有置换效果 是非常好的毒 而且使用过程中还不会伤到你自己 就是每天的分泌量小了点 已经很多了 一条毒蛇一天能分泌几颗毒液 我一天一大口已经足够了 但是提炼以后就少了 老大拍了拍刘畅的大腿 示意刘畅跟他上楼 你前些天分泌出来的东西 我们帮你精简提炼了一番 让单位面积内毒素有更强的毒性效果 所以你这一个月吐出来那盆子东西 我们就弄出来不到70毫升的毒液 来跟我来 我带你去看看 老大领着刘畅和老二从地下室走出 然后经过车间进到一个小型的实验室内 实验室内有很多的试管试剂 其中一个内装着橙黄色液体的试管 被密封得最为完善 里面的液体也显得最为明亮 那就是这管子东西 如果让刘一口喝下去 我估计能毒死它 嘿嘿嘿 而接下来我们的事情就是把这东西 架到你的子弹之中 然后它就变成你撂倒那巨大怪物的最大本钱 老大拿着试管摇晃着 让里面的明黄色东西均匀地流淌在试管之内 翻出了死亡的光泽 然后他加上刘畅和老二三人 看着这管危险的东西 眼中也是第一次露出了希望 然后一大两小三张脸上同时露出了笑容 可也就在这个时候 他们乐极生悲了 希望总是伴随着绝望而至的 而他们刚刚看到一丝胜利曙光的时候 一个女人的气味飘入了流畅的鼻腔 然后他闻出了这个女人是谁 同时因为对方身上因为过量运动 而散发出的汗酸气 闻出了对方那惊慌的情绪 人在不同情绪的时候 身上会发出不同的味道 而恐惧紧张时就是酸苦的味道 这是经过科学证明 也是经过流畅实践证明的 所以当他闻到这股发酸发苦的气息时 收起了脸上全部的笑容 出事了 刘畅的笑容换成了疑惑 随后转身离开实验室 迎向那气味来源的方向 一路跑出工厂 刘畅在路口接到了慌张跑来的赫芝芝 然后直接听到他气喘吁吁的恐怖话语 刘 刘那人找来了 找来了 那你怎么跑出来的 其他人没事吧 没事 来的应该是一个小两气人 他不知道我鼻子很好用 他隐身去咱们房门间门口查看了一番 然后就走了 但是我想他速度那么快 他一离开就会通知刘过来的 所以我让轻音通知了其他人来这集合 然后自己先跑来告诉你这个消息了 你做得很对 房子先不要了 人只要没事就行 刘畅说着话 嗅了口赫芝芝跑来的方向 确定没人之后 拉着他走回到工厂 刚进入工厂门口 两人就撞上了另外两个 从里面刚刚跑出来的小孩 他们速度不及刘畅 而且一开始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脚步迟了很多 怎么回事 老大看着刘畅和赫芝芝的脸色 然后猜到了事情的大致结果 刘来了吧 先别说了 进去再说 两人在老大的带领下进入车间 三两步之下 刘畅也简短地说了一下 事情的大概经过 想不到找来的还挺早 本想让一切顺利之后 做好完全准备再去战斗的 现在事情有点棘手了呀 是啊 子弹的生产过程不易 尤其是这颗子弹 都得经过我们手工雕刻 交队再交队单身壶线才可以 毕竟这里没有那么精密的机床 这可怎么办 如果找来了 没有子弹 拿什么应对刘那个家伙 你们这种子弹 一天能生产多少 刘畅看到两个小孩 懊恼的神色 知道了这种子弹 确实是生产不易 一个人 十个小时能校对完成一颗 毕竟碎肉的冲击力太大 所以想在其中 加进任何东西 都是对力学规则的一种考验 十小时只能生产一颗 那怎么办 万一杀来了怎么办 老二 样品弹你做了几颗 老大没回答流畅的问题 转头望向身旁的另一个小孩 俩 做了两颗 老二喊了一声话 就转头跑向了车间的另一头 拿出了那最后的样品 本来一袋子弹做一个样品就行的 但是我感觉这次的应该能行 昨天晚上也没什么事 我就弄了俩 做得好 老大应了一声 拉着流畅和老二的手 把两人带进了实验室 然后再次取出那管提炼出来的毒液 又拿出一个特制的针头 把里面的毒液吸出来一些 随后针头插入到样品弹的侧面 这里有一个会自行封闭的孔洞 子弹的内部是一个中网状的空间 大约能装进两毫升的毒液 老大说着话 把抽出的毒液注入到了子弹内部 这注碗空间是最符合弹道轨迹和着力后子弹成压的空间 本来七十毫升的毒液 我能做出至少三十发的毒弹的 但是现在看来也没这个时间了 老大说着话 就把子弹注读完毕 然后又把密封好的子弹检查了一番 确定无误之后递给了刘畅 东西拿着 装在弹夹的第一个位置 以备不时之需 老大叫出东西之后 又转身看向了老二 走 我们抓紧点时间 能生产多少是多少 活动的操点也得保证了产量 刘畅 你去外面守着 接应一下可能会到的同伴 或者敌人 说完这话 老大就带着老二一路小跑离开了实验室 而刘畅原地颠着沉颠颠的毒弹 拎着自己的大刀 开始准备起了自己的全副武装 风雨终于要来了 刘畅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全副武装过自己了 左手拎着碎肉 右手拎着巨刀 身上还绑着三个碎肉的弹夹 靴子旁边更是有一把特制的匕首 就在工厂工人的诧异的眼光下 把自己全副武装成了一种 类似于未来战士一般的东西 一米多长的巨大的枪械 以及更加长的巨大战刀 战刀后背宽热 流线完美 一看分量就不轻 巨枪巨剑 真的是一种很威猛的造型 把装了毒弹的弹夹 他甜尽碎肉 刘畅拎着这枪械 心中不敢有丝毫的放松 他甚至不再顾忌他人的目光 就这么站在大门之外 迎着风雪 把自己的身形逐渐的拉长拉大 稚嫩的皮肤上 也重新长出了鲜红色的鳞片 让那风雪撞击在脸颊上的声音 从轻微的沙沙声变成了撞在硬物上的叮当声 然后工厂就有人发出了有怪物的尖叫声 但是刘畅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 因为他接下来要面对的敌人是刘 一个比他强大了数倍的人 本来就和敌人相去甚远 所以刘畅一点也不敢放松 他宁愿让别人看到自己这副模样 也不想在战斗开始之后再去变身耽误时间 所以他没管身后尖叫声和跑动声 就这么尽力在门外 以自己最威猛的姿态 风雪交加 刘畅身上的雪力不一会儿就铺满了一层 而工厂后方的尖叫声也越来越嘈杂 然后赫芝芝伴随着这杂乱的声音 从后面打开了工厂的大路 一号让我最后出来交代你一次 他让我告诉你 刘畅两七人的隐身方式和光学规律 嗯 我知道 他已经告诉我很多遍了 刘畅看着天空点了点头 那就再听一遍吧 赫芝芝叹了口气 庞若无人地解释道 两七人的皮肤光洁完整的时候 他们身上的线条完全符合光学折射的规律 他们的皮肤会分泌出一种奇怪的化学液体 配合身上那纯白的能折射光线的皮肤 改变他们深周的光学运动规律 产生一种奇怪的内折射效果 这种效果的最直接效果就是隐身 让我们的眼睛看不见 包括在他们身前的一段空间内 光线都是有折射效果的 所以说 就算佩戴了武器 也不会破坏掉他们的隐身效果 嗯 但是如果他们的皮肤有了损伤之后 就会破坏掉这近乎完美的折射规律 让他们的身体和身体周围的空间 重新接受光线的一般折射规律 让你能重新看到他们深情的存在 所以老大说了 在和刘的战斗中 你最困难的时期 也是最为危险的时期 就是你没给他造成任何伤害的时候 这次战斗 不再像上次那般儿戏 上次他没打算杀你 这次却是瞒着别人来杀你的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被偷袭的准备 因为你被偷袭一次 就意味着你已经死了 以刘的力量和实力 他不会偷袭第二次的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5集 八个 对 被打中我就死了 他就好像一个攻击力9999的怪 而我是个生命值 只有一千的怪物猎人 一击即死 这放在游戏中 就是个巨大的bug呀 可惜人生这种事情 是没有bug的 在游戏中 每个怪物理论上 都是可以杀掉的 但是人生的事情 不是如此 也许在你还是生命度 只有1的时候 你就碰上了大柳树 然后就给某文了 所以我想让你再考虑一下 贺芝芝芝说这话的时候 绕到刘畅的跟前 单手搬住了刘畅上扬的头颅 能不能不要这么匆忙的决定 这机会不会有第二次了 所以 无论这个决定再匆忙 我都不会放过救朽晋的机会 刘畅看着贺芝芝 口中透着前所未有的坚定 是这样 那我懂了 我就不再废话了 放下自己的手臂 贺芝芝如同扯风箱一般的 重重地叹了一声 只把自己肺中的空气全都挤出 他如同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般 离开了这里 走进了嘈杂的工厂之内 你如果陷入险境 我也会这么对你的 转过身 刘畅看着贺芝芝的背影 喊出了这么一句话 随后 那个夹杂着风雪的身影 略微停顿了一下 谢谢 没有转身 贺芝芝消失在了工厂深处 站在风雪之中 等候没多久 却且说是不到一刻钟的时间 刘畅再次闻到了熟悉的酸苦味 这次是一群 顺着气味来源的方向 刘畅这次看到的是很多他熟悉的人 有米兰 有周凯 他们在轻音的带领下 一路拖着最简易的行李 迎着风跑了过来 其他人呢 怎么就你们三个 天天呢 李峰呢 三号呢 他们都出去办事了 根本不在屋里 轻音跑到刘畅跟前 眼中露出了焦急的神色 现在也没电话 没手机的 根本联系不上 老三听说是去政府部门打点关系去了 天天早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李峰也不见了 说是去找粮食去了 我刚才在居住点给他们留了纸条 让他们看到纸条之后 在刘畅所在的地点见面 我没说地点是哪 所以你不用担心 两七人他们看到纸条会追过来 但是他们几个总会回去的呀 刘畅听到这使劲剁了剁脚 身上的鳞片不知是因为焦急 还是因为其他原因 竟然改变了颜色 刘畅身上鳞片的颜色 在众人惊诧的目光中 先是变成了如天空中的雪莉一样的洁白 随后又变成了和深厚建筑物一般的灰蒙 最后又变回了红雾的颜色 只不过这次的变红的红雾色则 不再是一味的鲜红 而是红中夹杂着雪莉 而且红中还透着灰白 这让她裸露在外的皮肤 变得和周围的环境几乎一模一样 甚至那红色鳞片上的白点点 还会因为周围雪莉下落的情况 不断下移着 这让近距离观看她的几个人 突然产生一种眼花缭乱的感觉 这种感觉类似于晕车 让人有些想呕吐 你的脸突然变成弯花筒了 你没事吧 这是变色龙的起因吗 应该是 看着周围人惊讶的眼神 刘昌缓缓地抬起手臂 看向了裸露在外的手掌的皮肤 他试着缓缓地移动手臂 把手掌贴在了旁边的墙壁瓷砖上 然后那里马上就变成了纯粹的灰白 让他即使近在咫尺 也很难再分辨出手掌的形状了 变色龙吗 可惜效果不大 就算我不穿衣服 毕竟还得背着武器 老三说出门办事 他说什么时候回来没 不知道 没说呀 他们出门干嘛要跟我说 不行我回去看看吧 算了 你回去 也是多一个人去涉足危险 要去也是我去 这毕竟是我惹出来的事 我不希望你们任何人 搭上自己的命 刘昌说着话 想了想之后 把众人让进了工厂 然后人也走到了 正在忙碌的老大的面前 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现在的刘昌 就算在最焦急的时刻 也不会轻易做那种 没有丝毫大局观的事情了 所以他想在离开之前 问下老大他们的意见 我想回去 刘昌站在忙碌雕刻的老大身旁 问道 现在还不行 老大手中不停 环顾了来人一眼 就已经知道事情的大概经过了 所以他摇头说 你现在回去没有任何的意义 他们出门办事 不会这么早就回来 而你孤身一个人回去 如果没人回来 你就得在那等 我估摸着 刘他们到那里的速度 肯定要比老三回去的速度快 所以你如果回去 等不来老三 等来的却是刘娜硕大的拳头 那怎么办 我不回去的话 他们迟早也要回去 总不能让他们的命 换我的命吧 毕竟这事是因我而起 而且老三不是你们的兄弟吗 你一点不着急 你真的打算用他的命换我的命 这话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 老大继续忙着手中的金属器具打磨 你不用着急回去 反正刘现在可能已经到了 而老三他们还没到 刘会在那等你的 你这么早回去的话 也没什么意义 而以刘的脾气 他们回去了 他暂时也不会杀掉那些人 当然 他在杀死你之后 可能会杀掉我们 但是杀死你之前 这些人就是吸引你的诱饵 所以你不用着急回去 刘的耐心大概能到下午时分 因为晚上他得回去和17号打哈哈 所以到天黑之前 回去的人都不会有生命危险 他会抓住那些人 等你来 所以在这之前 我们会尽量加快速度 帮你再打磨出来两发子弹 让你生存的几率更大一点 所以在那之前 请你让我的周围保持安静 然后我加快手中的速度 让你早些回去 行 刘畅听了老大的分析 知道他说的全都在里 所以转过身 劝众人离开了这里 至于工厂其他的员工 在他们说话期间 早就跑得没影了 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 人们对怪物格外的敏感 前时代的人们看到怪物 也许还会想 会不会是外星人 说不定还想去合影留念 或者是抓走给卖了 但是现时代的人们 见过了太多的怪物 而那些怪物 无一例外的都喜欢杀戮 所以工人跑光 刘畅带着自己这群人走后 在这小型的车间之内 就只剩下老大老二 打磨器具的沙沙声 还有机床运转的嗡嗡声了 世界变得一片安静 刘畅把众人送进了 工厂地下室之后 自己又把守在门外 因为他真的不确定 刘会不会有能力追踪过来 毕竟那是一个 有着自主进化能力的怪物 自主就代表着无数的可能性 天知道他在这段时间 变成了什么模样 坐在工厂门外的台阶上 刘畅检查着自己的所有武器 这几乎是所有上战场前 人的减压活动 刘畅也不例外 他先是检查了一下 碎肉的枪糖和枪身 又拉动了一下力栓 检查了弹架 最后又抠出了第一发子弹 检查了一下那凝聚了 他毒液精华的毒弹 这毒弹里面的毒液 是经过老大提炼的 单位效果要比他本身 分泌的毒液单位效果要好得多 因为按照老大之前的说法就是 刘拥有自主进化的能力 而之前他在这上面吃过亏 所以他身体肯定有毒液抗性 所以这东西一定要提炼一番 提炼之后的毒液毒性 效果强了十倍 刘畅摸索着子弹 坚信刘就算现在有抗毒能力了 也不一定真的做到百毒不侵 所以这毒弹就是他面对刘的时候 安身立命的大部分本钱 这也是刘畅现在还坐在这里的 最大的原因 因为他知道 如果自己只有一颗毒弹的话 那就只有一枪的机会 而要一枪命中刘的身体 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他现在即使熬着同伴被抓的危险 也要等待第二第三发毒弹的出现 因为多出两发子弹 就会带给他多十倍的机会 只有一次机会和有三次机会的概念 完全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的 所以即使他现在心中已然焦急如焚 还是要等待 如同一个等待猎物的毒蛇 刘畅在等 17号也在等 他坐在冰冷的地下室中 等待着自己其他的十几个兄弟 对小女孩深度催眠的最终结果 深度催眠 直接进入对方的潜意识之中的催眠方式 或者叫直接掠夺对方都不知道的记忆方式 所以这项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让这集中了全中国最多的脑欲依变者的地方 都有些焦头烂额 他们这十几个人一个月以来从深秋到入冬 一个月就几乎只做了这么一件事 可这件事到现在还没成功 可见这件事情的难度之大 繁琐程度之高 这件事情的难度在于 如何拼凑那些本人在昏迷状态中的记忆 很显然 眼前的少女在被人移植记忆的时候 是处于昏迷状态的 所以她本人不会对这些事情有丝毫的印象 但是人保存记忆的地方不只有大脑 肌肉有肌肉记忆 肢体有肢体记忆 皮肤有皮肤记忆 甚至大脑在休克的时候 还有潜意识的记忆 这些记忆都很零碎 普通人几乎拼凑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 但是她们这些脑欲一边二次以上的人可以 这些本来就是知一点而知全身的角色 给她们一点有用的信息 她们就能推测出十倍的荡量 所以这些零碎的信息对她们很有作用 所以她们才要进入女孩的潜意识之中 去找出并还原拼凑这些记忆 这件事很累人 也很消耗时间 啊 潘西坐在地上 十七号眼中露着疲惫的神色 她们这些人这些天集中在一起 做了这么多工作 其实只是为了弄清楚一件事 为什么这个小女孩对那个超级生命 有着那么强烈的针对性感知 和那么浓烈的恐惧性的情绪 很明显这些情绪都是被人后来加进去的 所以她们要弄清楚这些 因为她们知道这些情绪都是李清水加进去的 因为来自李清水 所以必须要知道 你究竟是想告诉我们什么呢 十七号自言自语着 而也就在这时 地下室的房门被人打开 一个看起来很精干的人类走了进来 十七先生 刘已经离开了 来之前 他见过刘欣 嗯 知道了 那辛苦你了 十七号点了点头 看向旁边的十六号 来了 战斗终于要打响了 是啊 十七号点了点头 从地上站起来 慢慢地走到楼梯口 从地下射击而上 幼小的身躯 再高大的台阶面前 显得有些笨拙 真想看看他们战斗时的情景 李清水究竟是看到了什么 才能确信一场 根本不可能胜利的战斗 会最终取得胜利呢 是啊 怎么想都是一场 不可能胜利的战斗啊 十六号跟在十七的身后 从地下走到地上 然后从屋中走出了屋外 走进那浓雾缭绕的世界中 他们看着那深红色的天空 这些天 刘做出了什么变化 你也看到了 你现在还相信 刘畅能赢吗 沉默了许久之后 十六号转头看向十七号 坚信 虽然我也不知道 刘畅凭什么能赢 毕竟这些天 刘放弃了繁殖之后 变得太强大了 他的自主进化能力的强大程度 甚至超过我们的预料 这些天来 他不断变得强壮强壮更强壮 而且更关键的是 他的进化方式有着很明显的针对性 他就是冲着刘畅去的 他把上次遇到的所有困难 都针对地进化出了相应的应对方式 其实以他的实力来说 不应该那么重视和刘畅的这场战斗的 难道他也感觉到了什么 刘是个聪明的家伙 不论他感没感觉到什么 都会格外重视这场战斗 所以说 无论怎么看 刘畅都没有一点机会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6集 必须赢 17号说着话 盘西闭上了眼睛 你想看他们的战斗过程吗 怎么看 16号看17号闭上眼睛 猜到了什么 你能看到他们一会儿的战斗过程 能 因为我很好奇 17号依旧闭着眼睛 可是眼珠子却在眼皮内转动着 如同一个在做梦的梦游者 你是怎么做到的 16号看着17这样子 也盘西坐下来 而后脑电波外放 进入到了17的脑狱 而17号自然没有阻拦自己的哥哥 进入到自己大脑之中 而是和他共享了脑中的信息 所以16号也看到了 17正在看的画面 那是一个奔跑的画面 视线随着身体的运动 不断上下摇晃着 而这视线拥有的速度非常快 周围的风景看起来都很模糊 而在他前方奔跑带路的是一个小两栖人 眼前的小两栖人十六和十七都认识 是刘新 这是刘所看到的画面吗 你怎么做到的 就算是你 也不可能侵入一个脑狱一变者的大脑吧 到底怎么弄的 只是进入试图 接收信息那一小部分脑狱 试图接收信息的脑狱 是大脑中一小块而已 而且我在留身边这么多天了 就算用蚊子吸血的道理 我也能一丁点一丁点的侵入了 又不是入侵记忆库和修改什么大脑功能 单单是共享试图 我还是能做到的 我要亲眼见证这场奇迹是怎么发生的 十七号说着话 眼中的画面不断地闪动 然后视线终于不再随着奔跑上下摇晃 刘停在了一个建筑物的跟前 父亲大人 就是这里了 刘新指着刚才闻到流畅气味的那栋建筑跟前 说道 我在这里看到了很多流畅的生活用品 还有很多拙着他身体气味的衣服 他应该这段时间都住在这里 没错的 可是 这里为什么已经空了 刘看着眼前的建筑物并没有直接进入 因为以他庞大的身体 想要进入那狭窄的单元楼的楼洞之内 肯定会把整栋建筑都给击垮的 不知道为什么空了 我来的时候还见到好几个人呢 应该都是刘畅的同伴 这里刚才坐着两个女的 楼上还有一男一女 一共四个人的 怎么都不见了 你被他们发现了吧 不可能了 我隐身进入的建筑物 而且 当时刘畅和那三个坑龙底不在 都是一些普通人 怎么可能发现我 没发现 也许他们出门办事了 那我们 就在这等 我不信刘畅不回来 刘眯着眼睛 引着身形 刘的话音刚刚落下 街道口就出现了周凯和女老板娘的身影 是听起这么了 我估计 北京有机会 周凯拎着枪 缩着脖子 对旁边的女老板娘说的 两人连日以来的相处 双方都感觉还不错 周凯本来就是个痞子 一直也就喜欢风营会来事的女人 而女老板娘恰好符合她的口味 而她本身也对这个女人没什么敌意 再加上这个女人床上功夫很好 又真心服侍她 所以现在两人俨然已经确定了情侣关系 或者叫长期泡友关系 这种关系虽然说不上是多么的情深义重 但是总好过一般的朋友关系 饥荒了也不用担心 有流畅在 我们就饿不死 老板娘软着声音说道 这些天以来老板娘在这里过得还不错 她看得出来 来的这些人都不是什么坏人 这也是之前她一直敢于欺负这些人的原因 而且这些人有很多都很有能力 也没有什么人去因为以前的事情刻意为难她 所以她过得还算不错 她很满足 因为她在这儿能吃饱穿暖 而且不用担心虫子的袭击 这在现在的北京来说 对她一个平民来说 已经算是天大的恩惠了 这些天来她已经看到过太多被饿死 冻僵 被虫子咬死的人了 满城都是死尸 以前的北京几百万人 现在最少死了一半 而剩下的另一半也不知道能不能挺过这个冬天 所以她在这里很安心 能活着就安心 所以她竭尽所能地伺候好自己的男人 讨好着周围的女人 用自己世故的手段在这里谋得了一席之地 让她从一个被看管的犯人变成一个队伍的普通成员 让她和自己男人有了自由行动的权利 最近对你不太平 周凯缩着脑袋 搂着自己的女人说道 我总感觉要出大事 她又不敢问 能出什么大事 刘长那么厉害 我想就是政府军过来 他也能带我们逃出去吧 政府军是不怕 但是你不知道以前的事情 以前我还在刑台的时候被刘长劫持 我见过一个白色的巨大怪物 那个怪物 要比刘长厉害得多呀 周凯说着话走过了路口 走向了单元楼 当时他们之间似乎是有什么 仇怨 我也不知道 似乎是那个白色的怪物 抓了刘长得意 心气什么 周凯的话音刚落 身上突然感觉到一股如山的重压 重压不是从上往下的 而是从四周往身体内部挤压的 这种感觉 如同被一个巨人五指握住的感觉 让周凯和他身旁的女老板 一丝一毫都动弹不得 两人骤然背袭 同时发出了惊慌的叫声 叫声过后 本能地想要挣扎反抗 但是面对那如山的压力 两人如同蚂蚁一般地被人握在手里 然后被踢到空中四五米高处 悬空在地面之上 谁 周凯乍一看到这种景象似乎猜到了什么 但是心中不能确认 而抬头看去也只是一片空气 无形的大手始终没有显露出来 不要出声 空中传出了一种低沉的声音 如同卡车的轰鸣声 这种低沉的声音 只有体型巨大的生物才能发得出来 因为受制于体型的原因 它们的声线天然更加粗重 从现在开始 你们如果发出了超过六十分贝的声音 就立刻化为肉泥 怪物只解释了一句话 然后周凯和女老板娘就感觉到身体猛然上窜 从四五米的高空 一跃而上几十米的距离 如同坐过山车一般 两人刷的一下就上了居民楼的天台 到达这里之后 怪物的身体才开始引线 露出了那洁白的身影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刘畅等候在门外的心情 也越来越焦急 最后焦急又被他的理智强压下去 变成了一种憋屈的心情 让他不自觉地踏着风雪 在门外走来走去 地上的脚印被重复地踩踏 积雪被他踩成了块冰 然后又化作了血水 但是刘畅还是没有停止踩踏 依旧这么焦急着 最后在他快要坐不住的时候 米兰从工厂内部走出来 看向刘畅 想别的事情 分散一下注意力 分散不了 自己的亲戚和朋友 要被人抓住了 这会儿 真不是心态平和的问题 我想什么 都会不自觉地想到 周凯 天天 还有三号他们的安慰上 怎么让我不着急 可是老大说了 让你再等等 我知道要再等等 但是却由不得我不着急 刘畅依旧是转来转去 尝试着深呼吸 用鼻子吸气 用嘴呼气 米兰说着话 强拉着刘畅坐回到台阶上 你这么急躁的话 对一会儿的战斗可不利 虽然我不太懂厮杀 但是以前也看过一些拳击比赛 战斗这种东西 冷静和热血是一样的重要 不是有很多拳击高手 在上台之前 还会听轻音乐 或者古典音乐什么的吗 尤其是那种 喜欢打防守反击的拳击手 冷静要比热血重要得多 米兰说着话 从兜里面掏出一个手机 这年头手机已经不能当电话用了 但是手机的其他功能 还是让一部分人 留下这种前时代的通讯器具 而此时的米兰 掏出这种前时代的遗留产物之后 就在屏幕上点了几下 放出了一首歌 《小夜曲》 巧合的小夜曲 是李清水临死前听过的那首 音调很轻 很慵懒 很安静 也很悲伤 同样的 也是这种感觉 很容易让人平静下来 流畅强压住急躁的心情 清空了脑子 让这安静的旋律 回荡在脑海中 我以前做心理医生的时候 对有些得了焦虑症的病人 就会使用这种音乐疗法 让他稍微安静下来之后 再进行语言治疗 米兰拿着手机看着天空 音乐声伴随着风雪的沙沙声中 透着他温柔的语调 其实作为一个心理医生 我一直反对使用药物疗法 这可能跟现在主流的治疗方法不相符 但是我更相信人格的力量 米兰看似有一搭没搭的闲扯着 但是她说的话 逐渐引起了流畅的兴趣 也稍微平复了流畅的心情 大脑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 我以前在医学书上看过一个理论 感觉非常有意思 说人类除了细菌病毒侵袭之外的 所有疾病 都是因为大脑和心理引起的 包括癌症 包括 只要不是因为细菌病毒 那就一定是大脑引起的 所以说心情影响大脑 而大脑影响一切 想要改变这一切 你首先就要改变自己的心情 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会有一些心理创伤 在前时代 大家是为了争夺利益 现在是为了争夺生存的权利 其实都差不多 我说这些话 倒不是唾弃这个世道多么黑暗 生物本能就是如此 没什么黑暗可言 但是我现在想告诉你的是 焦虑会影响你一切正常水平的发挥 米兰把手机递给了流畅 让她近距离听着那舒缓的音乐 一个焦虑的演讲者会搞砸演讲 一个焦虑的老师会搞砸课堂 一个焦虑的拳击手会输掉比赛 而一个焦虑的厮杀者就会丧命 我不希望你丧命 你是我的朋友 目前在这个世界上 我最亲近的人之一 这个小队的人都是好人 大家都不想让你死 也不想失去同伴 对 我知道 不然按照纯利益来计算的话 我现在遇到这种情况 你们最应该做的事情 也是最正确的事情 应该是远离危险 只要跟我撇清了关系 那祸水就不会上身 一半一半吧 另一半的原因是 大家都相信你能赢 所以不要让大家失望 我不会的 刘畅深吸了一口气 听了轻音的话 心中却是第一次对战胜刘 有了些许的信心 嗯 那给你看看我以前的照片吧 我清纯时候的照片 比现在要好看不少 看到刘畅恢复了平静 米兰笑了笑 两个小酒窝出现在 冻得雪白的脸上 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 期间一个个朋友过来安慰 过来鼓励 而随着他们的话语 刘畅的心情也随着 时间的流逝逐渐化为平静 在最后一个小时内 送走所有朋友之后 不再有人打扰他 他坐在安静的雪中 看着天上的小雪莉 逐渐变为鹅毛大雪 然后伸出手 他接下了一片雪叶子 心中回想了自己的一切 李清水 小静 赵月 申明依 米兰天天 周凯 李峰 克隆人老大 老二 老三 他这一路走来 从最安静的时代 到最血腥的时代 一切似乎都在崩坏着 人性 人情 每个人也都逐渐信奉着 血腥第一 生存第一的原则 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 一切似乎又没有改变 人毕竟还是感情的动物 每个人的心底深处 都还是有着这样那样的情谊存在 生存至上 情谊也不曾崩塌 这个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 那种末日小说那么黑暗 唯一和前时代不同的是 人们表达感情的方式更加隐晦 给予其他人的感情更为谨慎 但是一旦给予了 就会浓烈得如同一杯 沉酿了千年的酒水 浓烈得能冲昏一切的理智 准备好了吗 正当刘畅沉思的时候 老大的声音从身后传出 两个克隆人拿着子弹走了出来 准备好了 刘畅笑了笑 接过了老大地上的两发子弹 有信心赢吗 我必须赢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7集 现场直播 说完 刘畅就上路了 不想跟我分享一下奇迹的时刻吗 老大从背后追了上来 脑中发出了侵扰的电波 刘畅知道对方不可能有恶意 也就没有一丝抵触的情绪 任由对方把脑电波侵入到脑海中 如同这些天来无数次做过的那样 只不过这次侵入不再是催眠 老大共享了流畅 脑中的仕途信息之后 拍了拍他的屁股 又递给他一瓶密封好的毒液 这个也拿着吧 说不定有用 走吧 好好战斗 我会给你的这些朋友 现场直播奇迹时刻的 大家都看着你呢 不要让大家失望 这次绝对不会 刘畅看了眼老大老二 还有躲在工厂里面 目送他离去的那些亲朋好友 一路向西 这次他真的上路了 踏过风雪 刘畅把碎肉的弹夹拖出 然后把里面的子弹 一颗颗地抠出来 把三颗毒弹放在自己认为 最合理的位置 因为他知道 自己和刘战斗的过程中 根本没什么狗屁时间换弹夹 上次的战斗充分说明了这点 所以他要在第一个弹夹中 做足文章 碎肉的弹夹经过老大的 再次改造之后 现在能填充包括毒弹在内的 12发子弹 这12发子弹中 势必有9发是普通子弹 所以攻击之间就有了间隔 刘畅在路上握着三发子弹 想了很久 他把三发毒弹分别放在了 第一第六和第十二发的位置 他想得很简单 第一枪是个机遇 是个潜伏的机遇 第六发是中间 让他有了充分的时间缓冲 而最后一发则是个保障 永远告诉自己 还有一丝机会 至于那瓶提炼的精华毒液 刘畅则小心地将那小瓶子 一起吞入腹中 这精华毒液是他的最后杀手锏 他根据战机的不同 而选择合理的使用方式 毕竟相对于毒弹来说 这瓶毒液此时真正的毒 那毒弹三颗加起来 也不到十毫升的毒液 而这瓶子剩下来的 还有六十几毫升 如果战斗中合理运用 或者是投掷到刘的伤口上 或者是泼洒出去 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所以刘畅感到这么贵重的东西 放哪儿都不合适 干脆就吞进肚子里 反正他现在皮肤进化得强大无比 到时候几下蠕动 就可以让内脏挤压出来 怎么也比战斗中 尸首打碎来得好 以刘那种狂野的战斗方式 他可不认为一个钢化玻璃的东西 真能防止冲击 刘的力量实在是太强大了 任何硬物在他面前 都脆弱得如同水晶 所以刘畅感觉 自己的身体才是最好的保护盾牌 当然 如果身体也保护不了 那说明自己已经碎裂了 那保护这个东西的意义 也就没有了 所以吞入腹中 是对毒液最好的保存方式 做完这一切的准备工作之后 刘畅就右手拎着锯刀 左手拎着碎肉 一个加速 瞬息之间完成 自己最高速度的转变 然后一路冲向了目的地 身体蠕动 流畅的奔跑不夹杂任何声音 肌肉如同舌头一般灵活 骨骼如同鳞猫一般的错动 每一步距离都精准无比 每一步都踏在最容易发力处 奔跑之中 他撕扯掉上衣 让一身的鳞片变成风雪的颜色 让他变得比美军最高科技的迷彩服 三米之外看不清身形的功效 更加有效果 就这样 流畅向着自己住了一周多的住宅楼 狂奔而去 时间已经到了下午时分 他用十几分钟的时间 穿过了七个街区 流畅接近到自己的住宅区域 然后慢慢地放缓身形 他知道 危险终于要来了 因为伴随着风雪的湿润的味道 流畅在两千米开外 已经闻到了一丝鱼腥味 这种鱼腥味不太强烈 隐隐约约的有着一丝人类的气息 流畅知道 那肯定是两棲人的身影 那是刘 而就在流畅在街道口 闻到刘身上的气味的同时 空中响起了刘的声音 别藏了 刘畅 我知道你来了 刘畅听到他的声音 身上诈意反应 想找个地方藏身的时候 刘的声音再次响起 不要以为 我只是在炸你 我已经闻到了你的气味 自从上次被你差点偷袭成功之后 我回去就主动进化了嗅觉能力 现在 我的鼻子 要比你 甚至流星更加的灵敏 所以 不要藏了 我知道你在街道口拐角处的第三栋房子附近 你如果不出现 你的同伴就要死了 刘的声音响彻了整个街道小区 听得刘畅心神跌宕 犹豫再三之后 他还是决定放弃第一枪的偷袭 从街道口转身走了出来 你在天台之上吗 是的 你的两个同伴都在我手中 一男一女 你可以来看看他们 如果十秒钟以内 我看不到你身影的话 那他们的脑袋 也会变成一堆烂西瓜 一男一女 刘畅听到了刘的话 心中一顿 他不知道这一男一女 是周凯和天天 还是三号和天天 但是不论是谁 他都不想让他们死 但是同样矛盾的是 他也不想上天台 因为天台和屋顶 都是一个很开阔 而狭窄的环境 在天台上 刘不会因为头顶 撞到天花板 而影响速度 而刘畅在周围 辗转腾挪的距离 却受到了限制 毕竟天台 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 再怎么腾挪 也没什么空间 而只要不能腾挪 又不能利用环境 让对方减速 那刘畅能面对的 只有一种情况 硬拼 但是硬拼 他哪里是刘的对手 想来也是 一巴掌被拍死的结局 所以面对这种情况 刘畅还没战斗 就躊躇起来 到底是上还是不上 不上 同伴死 上了自己死 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刘 看不出来你这么卑鄙啊 我一直以为 你是个挺爷们的人 上次战斗 你给了我一个 那么公平的环境 这次是用了 这么卑劣的手法 别跟我用 这小儿科的激将手法 战斗就是战斗 厮杀就是厮杀 上次 我的目的是试试你 当然要给你 最有力的环境 而这一次 我的目标是杀死你 所以 一切的手段 都不再是手段 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 别跟我讲 你们人类那套大男子理论 别忘了 我是一个 无性繁殖的物种 哼 好了 废话不跟你多说 我今天出来 已经够久了 石器他们 可能已经怀疑了 所以 现在我要倒计时了 不要怀疑 我有任何迟疑的情绪 虽然 我是个和平主义者 但是 别忘了 是你先杀死了 我的一个儿子的 说完这话 刘果然不再言语 直接就开始了倒计时 空中再次回荡起他的声音 十 九 八 倒计时缓慢而又坚定 听着这丧忠一般的声音 刘畅犹豫了三秒之后 还是飙升起了自己最快的速度 迅速跑过那小段街区 然后临到居民楼前 纵身一跃二十几米 一跃而上九楼 然后又在九楼的阳台窗户上一个借力 瞬间就跳到了十五楼的天台上 然后他抬眼看到了 被拎在空中的是周凯和老板娘 也看到了刘的笑容 你来了 刘畅 好久不见 刘又是千篇一律地开场白 他看着刘畅 金属质感的脸上露出了一丝诡异的笑容 而刘畅站在他的身前 却没有刘神去看他的笑容 而是所有的目光都被他此时的形象吸引住了 强大 无懈可击 完全克制自己 这是刘畅在看到刘现在的造型之后 脑中瞬间蹦出来的三个词汇 当然 如果非要让他再加一个词的话 那就肯定是 全副武装 战刀巨炮 超大型的加特林 加上那浑身金属质感的盔甲 此时全副武装的刘看起来 就像是日本动漫中那种超级机甲 而且绝对是最终boss级的 杀个我 又没有准备得那么充分啊 刘畅看到刘目前的造型 一阵寒意从心底胜出 如果他现在不是浑身鳞片的话 想来早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了 有些事情确实是需要准备的 刘一手端着一个加特林 超大号加特林 六个枪管 每个枪管都有人类小腿粗细 枪管加起来 有一个人环抱那么粗 一只手捏着周凯和老板娘的腰身 如同捏着两只捆在一起的兔子 毕竟 你是李先生最得意的作品 而李先生 又是我最敬佩的一个人 所以 我从来未曾看清过你 就如同 我从来未曾看清过他一般 看到刘畅已经到了天台 刘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神色 开始和刘畅假意闲聊起来 因为他已经彻底掌控了局面 在这开阔的环境中 他的力量 他高达将近六米的体型 乃至他的隐身能力 都能发挥到极致 刘对阵刘畅最麻烦的地方在于 双方的体型差距 刘畅直到刘的膝盖那么高 而且腰还没有对方的小腿肚子粗 所以只要刘畅战斗的时候 如同老鼠一般钻到人类的建筑里 还是很让刘头疼的 因为刘畅的微观控制能力太强了 而且钻进建筑里面 会严重影响刘的速度和隐身能力 他走到哪儿 哪的建筑就会崩塌 这在战斗中 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所以既然现在刘畅已经上了天台 那他在刘畅的眼中 等同于一个带宰的蚂蚁了 看到这种情况 就连远在不同城区的四个兄弟 都同时发出了一样的焦急的叫声 蠢货 蠢啊 十七号使劲地跺了脚 十六号不自觉地撇了下嘴 奇迹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吗 一号和二号睁开眼睛 互相对视了一下 同时在对方眼中看到绝望的神情 在开阔的环境中 刘畅根本没有抬手之力啊 老二 你看到刘现在的造型没有 是完全克制刘畅而进化出来的造型 是的 尤其是他的头 还有身体其他部位颜色不一样 那甲胄已经进化到了有些晶体化的感觉 想来即便是碎肉 也很难射穿他的脑袋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刘已经没有弱点了 在老大和老二一起惋惜的时候 刘畅也同样发现了自己所面对的局面 他上来之前 其实已经做好了劣势局的准备 但是却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个死局 刘畅 你不该上来的 被刘握在手中 周凯眼中露着恐惧的情绪 但更多的是惋惜 你死了 我们同样还是得死 是的 你们肯定都得死 说实话 刘畅 这些天来是你 让我完全停滞了关于繁殖的进化 而把全部精力 放到了今天这场对战上 这让我很不痛快 因为个人的战斗力 对于一个种族来说 并不是那么十分重要的 所以 我一直想拥有后代 是你 让我终止了四年来一直前进的脚步 而且 又杀死了 我费了很大精力 才诞生出来的一个孩子 你也同样 抓走了我的亲人 刘畅看对方有聊天的兴趣 也就不妨继续话题 因为他需要时间去想办法 去想怎样在最短的时间里 离开这个开阔地的办法 所以他不介意闲聊 甚至还刻意延长了话题的广度 其实我一直有个问题很想不明白 你说为什么李老师 会把十七号他们交给你呢 他应该不会想到 你们会威胁到我的存在吧 是的 这也是我想不通的问题 刘看到刘畅刻意拖延时间 也没有拆穿他 因为在他看来 今天的事情已经成定局了 这一个月的时间里 他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把进化的脚步完全放在 针对一个人的身上 他现在的形态 已经完全克制流畅了 强大的嗅觉功能 防止流畅偷袭 强大的头部防御措施 进行弱点加固 防止被碎肉一枪爆头 以及强大的生物毒抗能力 让他不再惧怕流畅的毒液 最后 他现在还选择了 万无一失的进攻环境 这一切的一切 都将是一场完美的战局 你说李先生 为什么要把十七号他们给我呢 你说 他预料到今天 你会面对这样的结果 还会把十七号他们 交给我吗 还会交给你吗 十七号远远地听到这话 猛然睁开了眼睛 试图讯息中断 眼前变成了红雾的世界 而和他共享试图讯息的十六号 也同样因为对方的中断 而被拉回到现实 十六 我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十七把眼睛瞪大 看向了十六号 什么事情 你说刘和刘畅 这场战斗 是公平的吗 当然不是公平的 本就是一场实力悬殊的战斗 现在更是进入了死局 有什么公平性而言 更何况 厮杀这种事又不是欧洲的决斗 中国的打类 谁在乎公不公平 剩了就是公平 死了就是不公平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过公平 是的 既然这件事 本来就不是公平的 那你说 如果李清水 早就预料到今天的一切 他会希望我们怎么做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8集 相对公平 他当然希望你能帮一下刘畅 起码给他一个相对的公平 十六号说着话 眼睛突然瞪得和十七一般大 难道你是想 是的 之前我一直理解错了一个意思 十七号说着话 重新闭上了眼睛 之前我一直想观看一场奇迹 殊不知 我们本来就是这个奇迹的本身 十七号说完 刘突然感觉到眼前一黑 而正在和刘高谈阔论的刘畅 立刻注意到这一点 因为他的注意力从来没从刘的身上放开过 虽然他一直在闲扯着一些在他看来没用的话 但是注意力却是前所未有的集中 因为生死关头 他想不集中自己的注意力都难 所以当他看到刘神色一变的一瞬间 当他听到刘声音中断的一瞬间 刘畅立刻做出了最及时也是最快速的反应 进攻和逃跑 进攻和逃跑乍一看是两个充满了冲突的词汇 但是此刻用在刘畅的身上 用在他现在所做出的动作上是再合适不过的 因为他的手指在抠动扳机 他的脚却突然踩踏进了天台地面 这两个动作因为是同时进行的 所以在这一瞬间 刘畅确实是在进攻和逃跑 空中传出了两声巨响 第一声是碎肉的轰鸣 在刘畅抠动扳机的瞬间 碎肉的子弹喷涂而出 第二声轰鸣是刘畅一脚踩碎了天台地面的声音 在他强大力量的震动下 那水泥砖石结构的天台地面瞬间破了一个大窟窿 烟尘四起 刘畅的身体也及时掉进了那个窟窿之内 这些都是电光火石之间的事 刘畅不知道为什么 在那一瞬间自己会眼前已黑 情况紧急 他还来不及去想这些东西 但是在眼前已黑的同时 刘就立刻心生警惕 来自所有生物的战斗本能 让他用最快的速度一跃而上天空 及时地躲开了刘畅的毒弹 而刘在月上几十米高空之后 视力也再次恢复 然后他举目四望 眼中露出了愤怒的神色 石器 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 西城区那边 十七号对着十六号摊了摊手 那点残留的电波实在不够搅风搅雨的 得 现在用完了 看也没得看了 这次你可是彻底得对刘那家伙了 估计这次如果你计算失误 他可不会轻易地放过你 随便吧 谁赢谁输 还不知道呢 十七号的小脸上露出了肥嘟嘟的笑容 刘现在的心情很坏 当他以为自己已经绝对控制住局势的时候 却出现他想不到的变数 而片刻之后 他想到了始作俑者 只有十七号 而这种变数 其实背后也代表很多其他的东西 比如合作的决裂 比如繁衍计划的搁置 很多很多 这些都是刘最关注的东西 而这些他最关注的东西 在他眼前一黑的瞬间 几乎全部烟消云散开来 这是比放跑流畅更让他难以容忍的 所以他愤怒 然后愤怒的情绪是需要发泄的 任何物种在愤怒的时候都是会发泄的 而刘发泄的方式 就是把手中的两个人类一把握成了肉泥 然后凌空丢向了天台之上 让那血肉如雨的场景 冲击着里面那双窥视的眼睛 既然事情已然至此 那就都给我死去吧 刘一手丢掉肉泥 一手端起那枪管比炮管还粗的加特林 把如雨的子弹倾斜向下方流畅逃命的方向 中响起了不亚于碎肉的连串的雷鸣声 刘的加特林枪声很大 或者叫炮声很大 小腿粗细的枪已经超越了火箭炮的口径了 所以这加特林的每一枪的威力几乎等于一个小型的火箭弹 当然这种不能称之为枪的枪 也只有刘这种体型这种力量的人才能使用了 一颗颗榴弹炮式的子弹击打在流飞身乐器的天台之上 在那造成了一连串的爆炸 这种改装超大型加特林的子弹 虽然穿透力不如碎肉 但是爆炸的尽头却很足 每一发子弹在撞击进地面之后 都会造成不亚于小型榴弹炮的爆炸 而伴随着那枪械六根炮管强大的射速 几乎是在秒秒钟的时间 一整个居民楼的楼层就被削平了 15层高的居民楼变成了14层 而原属于15层的空间 就被炮火给彻底炸成了砂石和瓦砾 最后一声巨响是流从几十米高空落地的呻吟声 才在满地的碎石瓦砾之中 流看向了脚下 像个老鼠一样躲起来了吗 流冲着脚下大吼了一声 风沙四起之下 他再次跳上了半空 在空中 流收起了自己的加特林机炮 直接从背后掏出他背着的那个大家伙 一个直径达到半米 长度超过三米的巨型手炮 这个巨型手炮 炮口的直径 甚至比坦克车的炮口直径都大上数倍 而且里面的弹容量只有一发 那硕大的炮弹所造成的破坏力 根本不言而喻 光看体积就知道 以他的荡量 炸毁一栋大楼 那简直是易如反掌 这是流还在郑州的时候 自己制造的武器 本来是他用来对付超巨型海兽用的 今天他把这套装备拿来 正是郑重下怀 老鼠不是喜欢打洞吗 流将手中的巨炮瞄准大楼 水晶金属质感的脸上首次透出了猙獰的神色 那就连整个地皮都给你掀开 流拉动了巨炮发射手柄 一枚比成年人腰身还粗的硕大的炮弹 从空中拖着燕尾一路向下 发射完了这枚炮弹之后 甚至连空中的流都做出了防御的姿势 手臂护住眼睛 双腿蜷缩护住胸腹 他怕那巨大爆炸的余波 连自己都会承受不了 流的速度很快 炮弹的速度更快 当流刚刚做好防御姿态时 那巨大的炮弹带着轰鸣声 就撞进了居民楼楼顶的废墟之中 然后一个震惊了北京全城的巨大的爆炸声 伴随着强光和巨响轰然而起 先是强光 然后是火焰绽放 再是大地震动 最后是蘑菇云升腾 被那巨大的爆炸余波 吹得飞到了上百米开外 而巨大的爆炸之后 浓烟也暂时模糊了他的视野 让他看不清楚下面的情况了 这巨大的爆炸声 在北京内城之内响起 方圆十几公里的居民 都感受到了地面的震动 而声音传播 更是让这场巨大的爆炸 带到了几十公里开外 这是要玩命啊 远在十七公里之外的十七号 听到这爆炸声 眼中露出了奇怪的神色 牛这么高 也不怕别人发现吗 太乱来了 北京不是那么好撒野的地方啊 这万一研究所那边的人听到了 可不是闹着玩的 刘 这是想速战速决吧 既然发出这么大的响动 我想十分钟之内 甚至更短的时间内 就会有人赶到现场了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就更复杂了 零度空气中声音传播速度 大约是每秒332米 所以当十七号说完这话的时候 爆炸声再次飞越了十几公里的距离 到达研究所的方向 然后其中的那些脑郁一变者们 也听到了这声响 怎么回事 一个女博士放下了手中的试剂 看向了声音传来的方向 似乎远处有爆炸 留那巨大的炸弹爆炸声 传播到这儿的时候 因为空间和红雾的双重阻隔 已经机不可闻了 但是那轻微的响动 震动的频率 还是引起了这些高智商们的注意 因为这声音就算再小 他们也能分辨出是什么 似乎是一个大当量的炸弹 或者极小型的核弹爆炸的声音 一个男博士也放下手中的 精密电子设备 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难道是军队清理蟑螂的时候 出事了 不知道 那些蟑螂似乎有一些微弱的群体智慧 说不定因为咱们的肝粉出产 而集体暴走了呢 一个穿着实验服的人 半开玩笑似的说道 这爆炸声并没有引起 研究所人员的足够重视 因为这些天来 军队对付蟑螂 已经用过很多大威力的武器了 所以这些人在自我推测 玩笑了一番后 又继续做自己手头的工作了 当然 不包括两个人 一个是李清水 一个是莱恩 李清水听到爆炸声之后 立刻抬头露出了感兴趣的神色 似乎发生了有趣的事情呢 而同样讶异 但是表情却截然不同的 另一个人 莱恩 立刻抬头 关注起了李清水 你想做什么 想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你应该也很有兴趣吧 声音在100度以上传播速度 要比0度时快了不少 而碰撞节点的体积 也会影响音波的传播形状 刚才声音传播过来的时候 共碰撞了 17亿0429万5021个体积 其中以雪莉居多 但是很奇怪的是 它在100度高温的时候 曾经碰撞过一个体型 比人类大了数倍的家伙 而根据我的判断 以及爆炸的传播方向来看 这场爆炸 应该是那个家伙引起的 不是人类的巨大智慧物种 你难道没兴趣过去看看吗 我现在只对你有兴趣 莱恩听到这儿 没有丝毫的动容 他只是走到对方面前 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同僚 露着和蔼的笑容 有我在 你哪儿都不能去 除非你死了 除非我死了 研究所的独立实验区内 再次响起了爽朗的笑声 而与此同时 一片狼藉的巨大废墟中 流畅低沉的声音声 也微弱地响起 深埋在巨大的废墟堆中 流畅浑身鳞片都破碎了一半 碎肉的枪托 也已经被砸得变了些形状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了 此时他感觉全身都疼 鲜血顺着崩裂的鳞片缝隙 慢慢地向外流淌着 回想着刚才那恐怖的一幕 现在仍然是一片心迹 那硕大的炮弹 爆炸时候威力太强了 当他在13楼的楼层内 透过砖石的缝隙 看到天空那巨大的炮弹 砸过来的时候 他就跳向了窗外 那炮弹是正中楼下而去的 看那炮弹的体积 刘畅相信 如果自己处在爆炸正中心的话 那不论他有怎样强大的领甲 都会被那狂暴的火焰撕成碎片 所以他看到这一切之后 没有选择继续向下 事实上他也没时间再次打动了 当他用出全部力气 跳出窗外之后 那比他速度更快的炮弹 就爆炸开来 火焰的余波 在他的瞳孔之中 缓慢地袭来 刘畅惊慌地转过身体 用巨剑护住了 自己重要的头脸和胸腹位置 然后就被焰火吹了起来 天旋地转之后 他再次恢复意识 就已经躺在这片废墟之中 耳中是巨大的轰鸣声 鼻子里满是硝烟的气味 手上脚上全是伤 碎肉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而那可怕的敌人 说不定正在自己的头顶 巡视着自己 似乎这世上没有 比现在更糟糕的情况了 但是刘畅知道 现在不是自怨自艾的时候 他微微地挣扎了一下身体 发现自己还有行动力之后 就小心翼翼地在废墟中心挪动起来 小心地收缩骨骼和肌肉 刘畅如同猫一般 在废墟中心团成一团 缩小了一倍的体积之后 终于挪出了一个空间 他不敢踢开石块 是因为不敢发出响动 因为他知道 外面有一双巡视的眼睛 随时准备发现他 再给他脑门上补上一炮 彻底终结自己 所以刘畅小心翼翼地 把自己团成一团 再次小心翼翼地 扒开一条砖缝 抬起眼皮 已经掉了一半的眼睛 看向了外面的世界 烟尘弥漫的世界 刘畅抬眼看去 漫天都是土 混杂着红雾和黑烟 如同那种 十天都落不干净的 火山灰一样 在空中洋洋洒洒着 举目望去 视线再次受阻 原本数十米的可视距离 在粉尘和浓烟加入之后 变得不足两米 所以刘畅在这短暂的 视距之中 没有发现任何异动 不知道是刘隐没了身形 还是真的在视线之外 不过刘畅已经管不了这些了 确定了现在基本安全之后 刘畅检查起了自己手中武器的情况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第129集 肝肠寸断 首先是碎肉 枪托看起来有点扁 瞄准的那块也彻底走形了 但是这都无伤大雅 毕竟枪托和瞄准这块 刘畅基本不用 但是看到枪管略微扭曲 就让他有点受不了了 刘畅看着那略微扭曲的碎肉的枪管 也不知道这东西还能不能用 就算能用 那射击会不会炸糖 弹道会偏离到哪个方向 这些都是刘畅需要考虑的问题 远程武器就这么一个碎肉 还不知道能不能用 刘畅叹了口气 又看向自己另一件安身立命的东西 锯刀 刀具 尤其是大型的刀具 毕竟不是精密的枪械 这东西想来也应该疲势很多 可是刘畅刚才在被炮火冲击的过程中 还是拿他当了盾牌 让他承受了大部分的爆炸冲击 现在看来就连那后背锯刀 都有些几步弯曲了 而至于他的第三件武器 匕首 早就随着自己碎裂的衣物 不知飞到哪去了 所以说 现在刘畅的现况大概是这样的 赤身裸体 浑身是伤 耳朵轰鸣 鳞片碎裂 三件武器坏了两件 丢了一件 对手还不知道在哪 惨 只能用这一个字来形容 刘畅目前的处境 不过好在 他经历过这种绝望 无数次 生死边缘也走过几遭 更关键的是 他在和刘对战之前 已经有想到 如今惨状的心理准备 所以躲在石头缝中 压在废墟之中 刘畅的心境 并没有因为目前的惨状 而有丝毫的波澜 因为他现在要做的事 不是要了解自己有多惨 而是如何在这种惨状下 还能寻得一线生机 所以他慢慢的把枪口 对准了手头的缝隙之外 外面硝烟弥漫 抬鼻子闻过去 就全是硫磺和泥土烧焦的味道 所以刘畅也不是太担心 刘会在瞬间发现自己的存在 因为那刚才短暂的失去意识 肯定也只是强烈爆炸之后 瞬间的昏厥 事实上刘畅知道 从自己被炸到清醒 应该连十秒钟时间都不到 这期间浓雾弥漫 火光四射 刘不可能那么容易发现 自己这个小身板 到底飞到了哪个角落 所以他肯定得找 漫无目的的轰炸是下下之策 刘畅现在终于又处在了隐藏的状态 只不过这个隐藏 不是我暗敌明 而是双方皆暗 谁也不知道对方藏在哪里 如同两个捉迷藏的游戏者 谁先抓到谁 谁就站到了先机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 就是漫无目的地等待了 出去对劣势者来说 不是一个好计策 刘畅蹲在废墟之中 如一个狙击手一般 开始等待起了对战的先机 因为他相信 有些时候 有些事情对胜利者来说 反倒更容易急躁 因为胜利就在眼前 唾手可得 那道口的肉就显得越发的诱人无比 所以刘畅得等 他不得不等 时间过得很快 也很慢 爆炸声传出去五分钟之后 刘畅终于捕捉到了一丝流的动向 他看到自己视剧之内 浓烟飞舞的方向被什么东西搅动了一弯 速度突然很快地飞向了四周 刘畅知道 这是刘路过了 这个机会如果不把握 就会一闪而逝 他知道刘很急躁 因为再过几分钟 说不定人类的军队就会过来 到时候说不定还会夹杂一些脑欲一变者之类的很可怕的人物 所以他搜捕的身形就显得更容易被发掘 这可能是刘的引诱 但是同样的 刘畅也希望这所有的一切都在今天被解决掉 他没有信心 或者说没有勇气再次去面对这么一个可怕的敌人 所以在面对那被搅动的浓雾的时候 刘畅选择了抠动扳机 刘畅抠动扳机之后就开始祈祷 他祈祷碎肉的子弹不要炸糖 他祈祷弹道的轨迹不要偏移太多 他同样祈祷自己瞄准的是正确的方向 然后上天听到了他的回应 满足了他的一个愿望 第一个愿望 碎肉没有炸糖 子弹确实也脱糖而出了 但是弹道轨迹却是偏移了不少 子弹飞向的地方不是他先前瞄准的地方 然后空中又传出了一声子弹击中甲咒的闷响声 他的第三个愿望 自己瞄准的是正确的方向也没有实现 但是结果却是出奇的好 他击中流了 他瞄准的是错误的方向 但是子弹却恰巧飞向了正确的位置 虾猫逮到死耗子的一枪 误打误中的一枪 刘畅的运气出奇的好 空中雪花乍现之后 刘隐藏的身形也被击打而出 他身上那反光的洁白的甲咒 因为破损了一片而失去了折光的效果 刘捂着胸口望向了刘畅射击的方向 然后加特林的炮管也横移向了这里 不再犹豫 刘畅在看到子弹击中对方之前 或者叫抠动扳机的同时就已经起身 因为他知道无论自己这枪能不能命中目标 对方都会发现他的藏身之地 然后反击 所以他在抠动扳机的同时就踢开了身上压着的石板和碎石 身体横移 校准之前的弹道轨迹之后 再次向着目标射击 他一边移动一边开着枪 一边开枪一边躲着飞向自己的子弹 或者叫炮弹 然后心中一边莫属着自己开枪的次数 一边看着刘不断接近的身形 一 二 三 四 四枪都没有命中刘 然后在第五发 也就是刘畅弹架里第六发子弹的时候 刘终于接近了 他狂奔着巨大的身体 带起的狂风已经吹到刘畅的脸上 然后他加特林炮管中的子弹也越来越密集 让刘畅不得不花费大部分的精力去躲避他的时候 刘畅终于踏出了让刘怎么也想不到的一步 迎上对方的炮管 刘畅右手横着刀 斩掉了两发冲向自己脸颊的子弹 然后左手碎肉扣动扳机 在刘完全想象不到的这个角度 近距离地扣动了扳机 然后刘就中弹了 是一颗毒弹 毒弹射入到他的胸口 然后子弹在他血肉中碎裂开来 根根弹片如同钢针一般插入他的血肉 然后把里面携带的精华毒液注入到他的身躯 之后刘畅也中弹了 是刘弹炮一样巨大的炮弹 加特林的射速太快了 刘畅斩得了两颗子弹却挡不住全部的子弹 在这么近的距离之下 他速度不可能比子弹快 他所谓的斩掉躲避都是基于一种先知先觉 距离越远准备工作越充分越有效 但现在几乎脸贴脸的距离之下 刘畅迎向炮管就不可能不中弹了 子弹声轰鸣 一颗被他用刀身挡下 一颗射进他的腹部 然后在那里炸裂开来 轰的一声响 刘畅飞出了十几米 伴随着皮肉熟透的那种焦臭味 他一路喷着鲜血倒飞出去 然后滚落地面 内脏洒了一地 确切地说 是属于内脏中的肠子洒了一地 肝肠寸断肝肠寸断 之前的刘畅一直以为 这是形容心情的 学生时代的他 看过无数次肝肠寸断的情景 武侠小说中 女主角弃男主角而去了 男主角肝肠寸断 爱情电影中 女配角跟着有钱人跑了 男主角肝肠寸断 生活中 小六丢了十块钱肝肠寸断 小明家庭作业没写 老是请家长了肝肠寸断 肝肠寸断这个词用了太多次 所以显得有些毛毛语了 让几乎所有人都忘记肝肠寸断是多么惨烈的画面 多么痛苦的感觉了 所以今天刘畅乍一尝到肝肠寸断的感觉 他就真的疼得肝肠寸断了 疼 无与伦比的疼 疼得想要立即昏厥过去的疼 再也没有什么事情 势必看着自己肚皮被烧焦 看着自己的肠子从腹中流出来 更让人感觉惨烈的画面了 刘畅看到这种画面的第一感觉是想吐 然后他就吐了 吐出了一块碎肉块 伴随着鲜血 他不知道这肉块是属于胃部还是肺部 但是就这么吐了出来 还是半熟的 发着肉香 让刘畅惊奇的是 他自己受了那么重的伤 承受这么巨大的痛苦 自己竟然没有昏厥掉 他不知道这种不科学现象的产生 是不是因为自己意志力过于强大 还是基于他的身体已经异于常人 反正他没有死也没有晕 所以他得爬起来战斗 如果他现在不爬起来 那接下来就真的要死了 所以刘畅只在让人绝望的痛苦中 沉沦了三秒半 他就将肠子塞回到腹腔 从地上慢慢地爬起来 然后他就发现 这个浪费了自己半秒钟 塞肠子的举动 完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事 因为下腹部那个伤口太大了 大到已经堵不住缺口的地步 大到肠子根本无法归位的地步 所以伴随着他起身 肠子又留了一地 而这次伴随他肠子流出的 还有一个小瓶子 这个小瓶子在内脏和林甲的 双重保护之下没有碎 就那么成黄成黄地 加裹在一群肠子中间 颜色格外的亮眼 所以刘畅就俯身捡起了这个瓶子 顺便扯断了自己的肠子 然后捏着瓶子 拄着锯刀 拎着碎肉 看向了前面的刘 刘看起来不错 身上除了两个小枪眼之外 算是毫发无损 但是刘畅知道 他身体并不如自己看到的那般完好 因为他中了毒 这毒是老大他们提炼出来的 毒性很强 一个月也就提炼出来这么一小瓶 效果应该是很好 因为刘畅身上的毒液 本来就是所有生物毒的综合体 要比什么眼镜王蛇 海蛇之类的毒素 强烈百倍 普通人是粘到即死碰到继王的 当然 刘身体强壮 肯定不会那么容易死掉 可是即便是身体再怎么抢断 再怎么针对性地进化出了毒素抗性 但毕竟还是血肉之躯 面对这万毒之王提炼出来的精华 他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 所以他呼吸又继续迷糊起来 眼睛迷离起来 血液类毒素和神经类毒素的双重效果 也真正发挥了出来 看到这样的情况 刘畅心中一喜 因为他根本没有任何犹豫 没有耽误任何时间的 就又举起自己的碎肉枪 第一枪打在刘的脑门上 可是子弹卡在那水晶一般的甲咒中 虽然在那开出了一个孔洞 但是被他的水晶甲咒阻挠了一下 进而被头盖骨给阻隔住了 所以刘畅第二枪瞄准的是刘的眼球 计算好了弹道之后 一枪轰出 可是却被对方躲开 山躲的幅度不大 只是侧了侧头颅 子弹再次穿进了他的脑门 看到这样的情况 刘畅不再犹豫 连续最后四枪轰出 把碎肉的子弹全都倾泻进对方的身体之后 他丢下了枪械 四枪都打进了刘的身体 包括最后一颗毒弹 看到这最后的东西射入刘的身体 刘畅笑了 缓缓地捏碎手中的瓶子 让毒业留上那巨刀的刀刃 刘畅知道 自己离胜利不远了 他现在要做的最后的事 就是在刘还在麻痹的时候 把毒刀的刀刃刺进他的身体 让这六十毫升的毒业 彻底终结这个不败的巨人 这个战天使一般高大强壮的物种 接着再以最快的速度跑到老大的身边 问他自己还有没有的质 所以刘畅现在的心情是复杂的 复杂而又矛盾 胜利和死亡似乎是同时到来 这让他有些手足无措 不过想到自己竟然能杀死这么强大的东西 作为一个男人 基于雄性的本能 刘畅心中其实还是有些得意的 但是他不敢让这种得意 耽搁自己任何的时间 因为他知道 毒液麻痹的时间不会太长 所以他拖着巨刀 忍住下腹部的伤痛 和肌肉缺失的不适 强行奔跑起来 然后刀刃刺出 直指刘身上的枪伤 眼看胜利就要到来 然后他被踢飞了 一只隐形的脚踢飞了他 让他离胜利越来越远起来 还有一个两棋人 从胜利到失败 即使是刘畅 也再也忍不住这种打击 懊恼地在空中大叫起来 然后不知是因为肺泡缺失 还是喉咙被炸裂的缘故 声音格外的难听 有种杀猪似的感觉 刘畅被一脚踢飞之后 拎着刀四处看着 谁 出来 是我 刘畅 刘新的身形在他前方出现 脸上带着敬佩的歉意 我之前是带路的 然后一直潜伏在附近 其实我之前可没想过 你能战胜父亲 我到这里帮忙 完全是个意外 但我还是庆幸自己 遇到了这个意外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刘新看了眼下腹部 一个大窟窿的流畅 眼中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说真的 之前得知父亲要杀你 然后下了那么大的功夫 专门针对你去进化身体 我还有些不以为然 感觉父亲小题大做 毕竟几个月前 还在郑州的时候 你是连武都打不过的 我真想不到你能做到这一步 废话少说 刘畅拎着大刀直奔留心而去 想同情老子 还是想拖延时间 刘畅因为腹部受伤 腹肌根本没法用力 按照正常人类的标准 已经没法奔跑了 因为跑步是需要牵动 侧腹部肌肉群的 但是流畅不同 他首先身体构造 就和普通人不大相同 而且连日以来的训练 让他对肌肉群的控制力 如同普通人控制舌头一般 所以他能跑 虽然跑步的姿势很奇怪 但是还是算是能跑的 而且跑得还不慢 而且更让人惊奇的是 他在跑步的途中 腹部那个大窟窿 周围的残余的肌肉用力 然后一片片的肌肉 如同人类伸直的舌头一般 使劲地向中间靠拢着 最后竟然连接在一起 形成了一副薄薄的保护膜 虽然看起来很脆弱 但是也不会再让内脏流出了 这点特殊的功用 即使是流畅也想不到 但是他现在可没心思想这个 他现在想的是 怎样快速地解决这场战斗 所以他冲向了流心 用最快的速度 然后一刀劈下 他这是虚晃的一刀 因为流畅没想到 这一刀能剑什么功力 什么业 因为流心不是傻子 不会站在那儿 不动地让他砍 他会跑会动会隐身 所以流畅没想过 要过去砍死他 他这一刀只是想逼开他 让他能全速跑到刘那里 然后挥出自己真正的一刀 因为流畅知道 纯速度而论 流心不如他 即使他现在受了严重的伤 可是世界上有些事 总是那么巧合 比如流畅准备杀死流的时候 流心适时赶到 比如流畅在砍出虚晃一刀的时候 另一人也适时地赶了过来 然后因为他的到来 流心来不及躲避了 或者说放弃了躲避的意愿 随后站在那里僵直不动的他 一刀被流畅斩成了两半 鲜血四射 甚至飞溅到了十几米开外流的脸上 让他的眉头不自觉地抽动了一下 不要以为只有你有帮手 老三气喘吁吁地赶了过来 显然是很巧合地出现 他冲过来之后就大叫的 时间刚刚好 流畅不要耽误时间 赶快解决那个大哥 然后闪人去医院 我给你治烧 老三喊完了这句话 又跑向了流畅肠子所在的方向 而流畅把流心斩成两片之后 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也没敢耽误时间 就在地面再次加速 冲向了流 大刀斩下 这一次不再是虚晃一枪 流畅眼看胜利越来越近 然后再次离自己远去 千军一发之际 流抬起了自己的胳膊 然后用左手的加特林挡住了流畅的下额 在流畅斩断了四根炮管的时候 用枪身把他砸飞出去 这么快就恢复了 流畅在空中倒飞了七八米 然后调整身形 双脚插进地面 他还没恢复 现在行动力肯定迟缓 老三还没跑到流畅肠子前 就不得不再次转过身 看着流畅叫道 他行动力绝对大打折扣了 我们配合杀死他 迟缓 流身体僵硬着 把已经成为一堆废铁的加特林摔在地上 然后从背后抽出了自己的 那五米多长的超级巨刀 笑道 我就算再迟缓 也比你们快 说完这话 流填了口脸上儿子的血液 轰然踩踏地上 然后巨刀横在身前 如同火车一般撞向了流畅 他的速度果然是慢了很多 但是他的速度即使慢了很多 还是比流畅快 所以流畅拎着自己的刀 放弃了第一回合和流的力量的较量 转而冲向了离自己不远的老三 能不能放心脑电波什么的 控制他一下 不用时间长 半秒钟就行 流畅冲到了老三的面前 一把抱起他 老三抱紧了流畅的脖子 不能 流也是脑欲一变症 接近二次变异 而且是个成年人 我不能直接控制他 但是干扰一下还是可以的 那好 用在最关键的时刻 流畅说完这句话 转身就跑 空旷之处 他还是不敢和流硬拼硬的对抗 虽然他眼神更好使 刀上也有毒 但是毕竟身体受了重伤 力气使不出多少 想要刺伤流 让毒起到效果 还是得刺进他的伤口之内 不然以他现在的力气 根本破不开流的甲咒了 所以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工作 所以战斗环境 对现在的流畅来说依然重要 举目望去 视线之内全是碎石瓦砾 已经不再有完整的房子 但是流畅还是认准了一个方向 全速跑得过去 因为他知道 那炸弹的爆炸范围再怎么广阔 一百米开外总会有些断壁残垣的 那就是他选定的战场 一路奔跑开去 流畅身后的流越来越近 就在流畅已经看到一栋房子的时候 身后的流终于追了上来 流的刀从上而下劈了过来 以流的身高和体型 他只能用这种从上而下的方法攻击 因为流畅的身高只到他的膝盖 所以他无论怎么劈 斜45度还是斜75度 亦或是直上直下90度 都是从上到下 很顺手 很简单 也同样很有气魄 动作简单不代表容易躲避 因为在人类的进攻力学体系中 最简单的进攻方法 往往是最直接有效 而且快速的 流的刀很快 从上到下 他选择的是90度的下踢方式 大概是因为流畅刚才杀死流星的 就是用这种方式 所以流潜意识中 也想用这种方式复仇 不过他的复仇终究是无果的 流的刀很快 但是快不过子弹 经过一个月训练的流畅 已经做到能劈中子弹的地步 自然也能躲开流的刀了 只要提前放在那里就可以了 这句话用在现在就是 只要提前挪开就是了 所以流畅不比子弹快 他却能劈中子弹 同样的 他不比流的刀快 却躲开了这势大力尘的一击 甚至还在对方刀势落地 力道走到尽头的时候 转身挥刀回击了一下 只不过他速度确实比对方慢了不少 所以他这次试探性的回击 同样无果 踩着流的刀背 流畅一击不中之后再次借力 在刀背上一个弹洞 他直接飞出了六七米开外 然后一路狂奔 跑到了一栋建筑物面前 然后奋力地一跃 跳上了那歪斜的居民楼的六楼 然后一头撞破窗户 进入到建筑的内部 随后流就尾随而至 他同样一跃而上六楼 但是却没有钻入建筑的内部 他站在流畅飞身跃入的窗外 拎起自己长达五米的巨型战刀 挥舞着大刀 左一下右一下 迟迟两下之后 直接把这栋建筑砍成了两段 伴随着轰鸣和泥沙 歪斜的上半截的居民楼断成了两截 上半截直接滑落地面 而流畅在屋中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二话不说 直接再次在地上开了一个洞 一路从六层钻进五层 又从五层钻进了四层 刘这次也不会给他钻地的机会 原地一跃而起 飞到十几米的空中后 巨刀从上而下 一刀又竖着把整栋居民楼切成两半 整栋建筑轰然裂开 露出了里面的刘畅 跑不了了 刘落入地面 刘畅还在三层的夹缝位置 刘直接对着他冲出了自己的拳头 三层楼的高度大概是八米 刘的身高将近六米 臂展接近六米 所以刘这拳挟刺而出很是顺手 而刘畅看到刘击打而来 赶忙刀剑立起对应刺去 可是刘早就预料到他的反应 已经和他战斗两次 而且拥有两次脑郁一变的刘 早就分析透了刘畅所谓的极限动态势力 所以他知道对方会做什么反应 也知道对方除非是无差别区域覆盖式的攻击 否则根本打不中他 所以刘斜斜地刺出一拳之后 拳头在半途改刺为抓 五指伸开减了速度 然后猛然下落朝刘畅身前的地面一个拍击 本就经过连番打击 已经脆弱不堪的居民楼三层地面轰然整个碎裂 让刘畅历时立足不稳 脚下一空失去了借力点 然后刘右手的锯刀又适时地抡机而下 直接拍向他的天灵盖 是的 用拍 不是斩 也不是砍 是拍 用的是刀身 用的是刀背 刘为了扩大自己的攻击面积 放弃了刀具的利刃 转砍为拍 宽达一米半的刀身 从上而下 如同苍蝇拍式的拍下 让刘畅根本必无可避 只能举刀迎击 两把大刀首次撞击在一起 这也是刘畅和刘战斗以来 第一次真正的正面交锋 正面角力 然后刘畅就败了个一塌糊涂 从开始战斗以来 刘畅就不断地避免和刘正面角力 因为他知道自己和刘的绝对力量 有很大差距 而眼前的现实也充分证明了这点 一拼过后 刘畅脊柱立刻发出了 不堪重压的咯咯的声响 腹部伤口也重新撕裂 人更是搜了一下 坠进了地面 然后轰隆一下插进地底 刘畅插入地面之后 用力缓冲着下坠力道 腹部创伤和地面的碎石摩擦着 让他插入地底之前 唯一能做到的事就是 把老三给丢出去 丢出老三 刘畅已经大半个身子插进地面 不过好在双手还在 刘畅高举着自己的锯刀 然后横在胸前 一个用力借助战刀 暂缓了下坠的趋势 而在他做这些动作的同时 刘却是大手直接掰开了两半 已经被他切开的居民楼 把那缺口掰大之后 看到卡在地底的刘畅 然后他自然不会放过 这个极好的机会 超巨型的战刀 从上到下 一刀插向刘畅所在的区域 看来他依旧是没有放弃 把刘畅一刀切成两半的打算 可是他有这个想法 刘畅没有 卡在泥沙之中 刘畅看着从上到下刺来的巨刀 没有犹豫 双臂按着自己的刀 使劲的一个用力 把自己从泥土之中拔出来 但是刘的巨刀也适时落下 吃拉一声 只来得及做些微闪避的刘畅 右臂被旗间斩断 惨呼都来不及 刘畅趁着对方刀师一捞 刀带着自己的手臂 插入泥土的瞬间 拾起地上自己的刀具 然后冲着刘一跃而起 其身往上 老四 刘畅乐起之前 大声叫了一声 他知道对方能理解他的意思 果然在刘畅乐起的同时 刘的眼睛突然出现了 片刻的迷离 这种迷离不是尸神 而是看错了位置的感觉 刘畅明明向他左侧跳起 刘却看向了右侧 然后他抬起的左臂 也同时挥向了那里 再然后 刘畅就把刀刺入到 他胸口的伤口之内 那些碎肉所制造出的 顽口大小的伤口之内 对刘来说就是指头肚大小 对刘畅来说就是顽口大小 一箭刺出 刘发出了一声惨叫 然后眼睛瞬间恢复了清明 在刘畅抽出自己刀的瞬间 刘一个上抓 把空中无处躲避的刘畅 抓了个正招 死吧 刘右手抓住刘畅的半截身体 左手一个回笼 又抓住他的另外半截 然后双手一分 用力地一扯 将他原本残破的身体 彻底扯成了两半 然后做完这一切的刘 也瞬间毒发开来 身体僵硬 呼吸急促 远远地甩飞刘畅的两半截身体 刘直接就倒地抽搐起来 而在不远处 亲眼目睹了这一切的三号 直接目瞪口呆 死了 死了 十几公里之外 老大猛然睁开眼睛 他看到的最后的画面 是一片黑暗 想来刘畅已经闭上了眼睛 真死了 老二看向老大 不知道 都扯成两段了 按理说应该是死了的 过去看看 来不及了 军队应该快过去了 这里那十几公里呢 以咱俩的角力 走过去要多久 不过看看应该是绝对要去的 如果真有奇迹的话 说不定还有希望 喝这只青鹰里风 赶紧的 老二听到这点了点头 叫上他所有能叫的人 赶紧跟我走 刘畅那边战斗结束了 结束了 几人其实一直站在老大老二的不远处 没站得太近 怕打扰他们俩 但是现在听到老大说结束 一群人立刻围拢上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